哈喽各位球迷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由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 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九轮 北京国安作为主场球队来迎战上海海港 本场金湖大战将在苏州赛区的江音市体育中心打响 我是主持人裴优 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原家老师和许亮之导 欢迎二位 悠悠好 许亮之导好 各位网友大家好 许亮之导好 悠悠好 是的 我们都知道在之前的第八轮的时候 由于苏州赛区遭到这个烟花台风的侵袭 导致比赛推迟 而这场比赛来说的话 对于双方球员有六天的一个休息时间 是不是为这场金湖大战提供了更多 更充足的一个准备时间呢 亮老师 应该说确实难得的休整时间 之前三天一场 国安这边是踢了三场 上岗这边是踢了两场 尤其是我们说对于国安 近期状态还不太好 所以说人员相对也比较 我们说比较紧张 所以这应该说六天的休整时间 对于国安来说其实是至关重要 没错 我觉得六天的休整 对于现在这样一个赛程来说 实在是太解渴了 对于回复来说 是的 我们看到其实双方的球队来说的话 其实无论是在阵容上 在外援的起整方面 都是有一些残缺的 所以说对于本场的金湖大战 让我们十分的期待 那随后呢 我们再来聊这场比赛的一些详细内容 首先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手中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 大家看到我已经拿半天了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中超指挥官的环节 为各位球迷提供了点评的新天地 欢迎各位去到社区或者是观赛夜卡 来找到置顶的互动帖 分享一下对于本场金湖大战的一个赛前的期待和分享 那么我们将从这个回铁和上墙的网友当中呢 抽取八位 送出的是由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青岛啤酒提供的百年国潮盲盒 来给到各位球迷啊 这个百年国潮盲盒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几个元素 加在一起的 由青岛啤酒来提供 所以欢迎各位来积极的参与 踊跃的来发送图片和文字给到我们 其次呢是我们的竞赛派大神 会在赛前和赛中来出竞赛题 欢迎各位参与回答 如果您答对单题的话 将能够获得的是QB道具和专属的优惠券 那欢迎各位在弹出的竞赛页面来参与互动 第三呢是我们的弹幕时刻了 会在本场比赛的中场演播式环节 欢迎各位球迷来发送双方球队各自球队的 这样的一个助威口令给到我们 我们会在身后的大屏幕当中来滚动播出 来期待各位球迷的一个参与互动 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下 中超第九轮各场比赛的具体的对阵情况 昨天已经进行完了广州赛区的四场比赛 深圳队是4比1大胜了 我们说最近状态实在是不太好的 青岛队重庆两江竞技 谁也没想到4比0大胜了广州城 这个比分还是相对比较意外 河南松山龙门是2比1逆转了藏州雄狮 广州队在榜首大战当中2比1战胜了山东泰山 今天我们赛区 苏州赛区四场比赛 一会我们为大家带来直播的 是这一组的应该说焦点对决 北京国安队上海海港 同时进行的河北队对大连人 晚上18点30分 天津金门虎对阵长春亚太20点30分 上海深花对阵薅俊敏刚刚加盟的武汉队 是的 那这一轮其实有多长比赛的赛果 让我们觉得还是非常的意外的 而最近对阵双方北京国安和上海港呢 国安也是暂时处在积分榜的一个第五的位置 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有一个争贯组和一个保级组 来看一下苏州赛区双方球队所处积分榜位置 目前其实今天是第九轮 但是因为上轮休整 所以说这个赛区是打了七场比赛 上海海港依旧是保持不败四胜三平 打进十四球 仅十三球十五分 应该说他们在这个赛区的优势 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 但是身后的同称兄弟 上海陈花指相差一分 就国安现在打到第五名 这个相对大家或多或少还是有些意外 但是国安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确实人员相对比较紧张 尤其是外员层面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 没错 从第一阶段就是不太好 没错 人员配置就不太好 对 那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也看到北京国安在最近的两轮的比赛 是一个不胜的一个局面 那对于这场比赛 金户大战双方的备战情况如何 以及在苏州赛区的这个天气和这个草皮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的腾讯体育记者唐一荣 一起来了解一下 唐一荣你好 应该说大家最关心的上一轮呢 因为台风取消了 所以大家最关心的是天气情况 帮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苏州的天气情况 包括两个队之前这六天 应该说也受到了台风的影响 备战的情况如何 那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 刚刚我们站在这的时候呢 还是有一点风啊 虽然说这两天这个台风过去呢 但是这个球场还是能感受到这个风啊 虽然没有那么强 那也都知道因为台风的一个原因呢 其实前两天在苏州的所有的球队的这个训练啊 不是在这个健身房进行恢复呢 就是在这个人工草皮上进行训练 那其实在昨天赛前的最后团训练课呢 北京国安队呢是在这个训练场的九号场地进行训练的 他们九号场地呢 其实平时也是给这个裁判员进行训练 包括每天老师进行业余的一个足球赛事来进行的 所以这片草皮呢 其实球员们去到球场之后呢 没有办法一个进行一个技战术的演练 包括上海海港队啊也是一样的 在酒店附近的一个室内人工草皮进行的一个训练 那其实这样的情况呢 对于苏州赛区所有备战的球队呢 都是一样的 大家在赛前没有进行系统的技战术的演练 好在呢 其实北京国安和上海海港队还是互相非常熟悉的 这个赛子呢 也有过一次交手了 那场比赛呢 上海海港队是取得胜利 不过呢 对于这场比赛呢 其实我们也说到啊 像是这样一个天气呢 可能会是一个不定性的因素 因为其实在前两天的这个台风的一个天气下呢 整个苏州的这个雨呢还是非常大的啊 好在呢在台风来之前呢是及时的阻止了这个比赛的进行 所以呢 算是下两天这个暴雨 整个江英体育中心的这个草皮渗水系统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草皮保养的也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两支球队呢 其实都是非常注重脚下的球队 我们也希望呢 在这两天草皮上呢 今天这两支比赛的这个球呢 能够在草皮上滚动起来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谭言说我们目测这个草皮状况 刚才你介绍了应该也是目测 我们看天气情况呢也是不太炎热 但目前可能遇到比较大的挑战 我看风力是有天气预报是五六级 你在现场的体感 这个风力到底能就是能不能到五六级 因为如果真到五六级 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那其实刚才我们在这的时候 这个风应该是一阵一阵的 还是我们能够接受的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天气预报可能会显示 今天晚上有雨 那么有雨可能会对于今天章比赛 是一个不定性的因素 虽然说从早上到现在呢 一直是一个晴天的状态 对啊 整个状态也都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呢 其实我们现在体感温度 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我现在穿的是一个西装 感觉也没有那么的炎热 从这一院的情况 我们了解到上海海港那边 保利尼奥应该说从河北队刚刚加盟 他现在融入球队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看今天他也进入了 比赛的大名单 那其实保利尼奥加盟上海海港 其实有很多球迷也在调查 说这个加盟到海港队呢 只是拎着行李箱去换了一栋笼 那其实事实上呢 保利尼奥其实在前几天呢 也在上海海港队的这个队一的陪同下呢 进行了体检 所以直到昨天为止呢 保利尼奥才跟随着球队进行了赛前的 最后一堂备战训练课 那昨天其实我们在去到训练场的时候呢 也看到保利尼奥和这个奥斯卡 以及洛佩斯呢 在场边一直聊天啊 刚刚他来到场地的时候呢 也跟我们聊了几句 他认为其实队里面有两名巴西老乡的存在呢 也让他感觉到非常亲切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巴西人还是非常善于交流的 那么他也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呢 去拉近和队友之间的一个距离 当然他说到一个问题呢 也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只参加了球队的一堂备战训练课 你说要是真正的去融入到球队 其实非常的不现实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他也是坐在这个替补席当中的 另外一点呢 也是看到他现在呢 是身穿九号球衣 其实九号球衣也能够看得出 俱乐部对他的一个重视程度吧 他也希望自己的到来 能够为球队去帮助他们 实现今年的一个目标 那么宝林尼奥其实之前呢 一直在这个比赛和训练的状态当中 整个人的身体状态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融入球队呢 只能说是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也期待一下 今天看他能不能在下半场的比赛呢 有机会能够登场为球队参加比赛 好 感谢唐一荣 给我们带来非常丰富的信息 应该说给我们提供最重要的情报呢 就是天公作美 今天这对于两只技术流的球队 我们相信今天有可能也会给我们奉献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是 这样一个天气凉爽的情况之下 对于球员来说也是释放了一种压力 当然其实刚才也提到了 这边宝林尼奥加盟上海海港 对于双方球队来说呢 外援都不够齐整 是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而北京国安的处境是相对来说 更加的这个困难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 一起来详细地了解一下本场比赛 双方球队赛前备战的情况 由于台风烟花的影响呢 整个中超联赛 苏州赛区的第八轮的比赛呢 是延期到了8月15号来进行 而在7月28号呢 上海海港队即将迎来的是北京国安队的挑战 那么两支球队在首回合的交手当中呢 上海海港队是3比1战胜了对手 而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调整和比赛之后呢 其实两支球队呢都有了一些变化 而目前呢面对两支球队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呢 其实都有着人员紧缺的一个问题 那么好在这个转回期的最后时段呢 上海海港队这边呢 是官方宣布保利尼奥加入到了球队 那么在赛前的最后一堂备战训练课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保利尼奥是跟随着全队 在一起进行赛前的最后一堂备战训练课 由于此前保利尼奥其实一直处在一个训练 和一个比赛的状态当中呢 那么赶上明天这场和北京国安队的比赛呢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新加盟到海港队的保利尼奥主要是踢前腰 或是攻击型中前卫 技术不错 也有一定的带球能力 在如今密集的赛程下 如果奥斯卡需要能修 那么正好保利尼奥可以顶替 此外 莱克或许会利用他的突破能力 来分担奥斯卡所面临的防守压力 当然也有可能辩证352 届时如果他和奥斯卡木一一起登场 那么海港队的中场技术水准一定能够有所提升 之前的这段时间里边 我也是跟我们的这个集团的这个董事会 包括我们的局务部主席 那么也是进行了一些这个沟通和交流 那么也是向他们表达了一些 那么我对于球队的建设方面一些想法 那么我向他们表达的是 我希望我们球队能够在中前场 能够增加这个有水平有能力的这种球员 应该说俱乐部也是做了非常好的工作 他们也是尽了全力来达成这样一个目标 在目前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情况下 考虑到疫情 考虑到这个足协那种脱子帽的这种限制 那么应该说我对于这样一笔以外持 非常地满意 也是让球队的势力有所拥强 但是呢 我再次说一下 就是我的一个关注点 还是在准备明天的比赛上 我相信我们的团队能够提出一场好的比赛 事实上国安纸面阵容看似足够豪华 但在缺少外人之后 比利奇在排兵布阵上已经是捉襟见肘了 队中主力队员基本上没有办法轮换休息 像是后腰中后卫的球员 已经是连续几场比赛所发出战了 因为台风队员们得到了意外的休息 这几天的时间里 王刚以及朴晨的身体恢复有着极大的帮助 比利奇也可以利用这几天的时间 用来总结和调整 当然这几天 大家的状态也都有所恢复 这对于国安来说 应该是近阶段最好的消息了 最近两天 因为台风的原因 中超八支球队都使用人工草皮进行训练 并且只有一片室内的草皮 所以大家都在轮流使用这片草皮进行训练 比利奇也坦言 其实这样的训练环境 大家都是相互的 而他更希望的是与海港的这场比赛 大家可以踢得更有活力 这个应该影响不大 因为九天时间已经打了三场合赛了 而在这之前 我们也一直是训练的很苦 这样的话 队友们肯定是身心都比较疲劳 虽然这是个意外情况 但是这一周的间歇 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情况 让他们至少得到了一天的完整的休息 我相信这种情况呢 会给他们在明天的比赛中带来那种新鲜感的活力 现在的国安就像比利奇所说的那样 要先取得进球才有取胜的把握 在尝试过了两场张云宁搭档王子明的风线组合之后 在海港的比赛当中 巴坎布也许会回到首发阵容当中 腾讯体育记者苏州报道 其实虽然有这样的六天的休息时间 但对于双方球队来说的训练时间相对是比较少的 我们也看到因为这样的一个台风的原因 苏州赛区的八支球队指定的训练场是关闭了 那每个球队在这个人工草皮 只有这个一个小时的训练时间 在每天的这个休息日 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那对于双方球队的在本赛季的首回合 我们看到是海港这边是三比一战胜了 北京国安在最开始的开局五分钟 洛佩斯就连打进两球 梁文老师觉得这样的一个抢开局 又是两球的一个局势 是不是对对手来说是一个摧毁性的一个打击呢 这我们现在一个性命词叫带球入场 这场比赛就是带两球入场 那确实谁也没想到 但是我说那场比赛和这场比赛 双方的人员上都有一定的这种变化 上海海港这边少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人 刚才大家可能看到助攻的木医 包括阿闹托维奇 其实这两个人应该说 在竞争当中给到阿闹托维奇 这两个人其实的缺阵 对球队的进攻是有明显的影响 上海海港最近两场比赛 是打击了一个点球 所以说尤其是中锋这个位置 确实一直困扰他们 这场比赛 当时对关这场比赛 洛佩斯确实发挥的很好 但是近来呢 洛佩斯因为他不是这种 绝对的这种中锋类型 所以说在前边没有了桥头堡之后 把他要顶到中路的话 这会儿就遇到了比较大的挑战 对 而帮助关进球的 我们看这场比赛就是谁 比埃拉 现在比埃拉也是受伤 避不了 所以说比埃拉的缺阵 对关的影响应该说是更大 其实这是关绝对的大腿 他可能应该说在关中场的作用 丝毫不逊于奥斯卡 在上海海港的作用 没错 我觉得首回合比赛 我认为就是一个实力的结果 确实在今年的连赛中 我们看到的海港队的能力 确实我认为要比国安队的能力 要强一些 没错 今年的国安确实在实力上 削减了太多 那么这场比赛 我觉得也是同样的一个 虽然海港队 咱们看到了两个重要外员的确证 但是我觉得目前现在 21号 比埃拉的确证 对于国安的影响 我觉得会更大一些 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 我觉得还是海港会 相对更好一些 确实是各方面综合来看 国安这边缺少的比埃拉 这是我们已经确定了 其实还缺少谁 大家刚才可能没看 金敏斋 这名中卫外员对国安的影响 也是比较大 国安上场比赛 对长城亚太丢了两个球 而且那场比赛 两个中卫都被比利西换下 一般这种情况 其实客观的说 还是挺少见的 说把两个首发的中卫都换下 所以可见球队目前 无论是攻防两端 确实国安现在处于 一个比较困难的 问题特别大 而且我们看到国安 在上一轮当中的时候 其实控球权在数据上面 是占有一定优势 但无法把这个优势转为盛势 我们也看到 其实三场比赛都没有运动 占进球 进两场也是没有取胜 梁安老师觉得 国安还在封线方面 是不是也是缺少 一个临门一脚的球员呢 国安这边还缺谁 刚才我们介绍了两个人 还缺一个八杆布 国安现在基本上 就有点类似全花斑的意思 就是一个索萨 但是客观的说 索萨你上赛季 在长春的时候 在中甲都不是绝对主力 对 这个丢球应该说 国安后方线 首先是余大宝 有失误 所以说这场比赛 就是被 国安确实是场面上 还是占优 但是说被打反击 一打一个 一打一个 这也可见 球队目前的这个状态 就是攻不进去 后边的后方线 又不断的出错 所以现在 对于比利西而言 非常简单 其实国安本身 他就是属于一只 依靠进攻 去赢的比赛的球队 他如果让他去 更多的次数的防守 肯定不是他的特点 所以说 我觉得现在目前 国安成绩不好 主要就还是来源于 他的进攻端 没有更好的去 得到更多的分数 他一场比赛 可能会丢一两个球 但是他攻击力强的时候 他一场比赛 打两三个球 他就赢了 但是现在是 丢一两个球之后 他达不了两三个球 没错 对 确实 国安这边 之前中场谁 说别拉 我们说绝对的大腿 这是奥股 上赛级还在的时候 更是局队的核心 这双壳都不在了 然后现在连上赛级 封线状态非常好的 巴坎布 因为他回来的比较晚 隔离之后 身体状态应该说 始终没有到最好 所以说今天的比赛 也没出现在 首发阵容当中 还是张玉宁和 王子明的 封线搭档 所以说这对国安而言 几个中场当中 具备攻击能力比较强 其实就剩一个张细哲 对 然后封线上 王子明又是作为球队替补 而且效率并不是太高 所以这对于我们看 也赛前的画面 现在进球的 这种期望 可能更多的 真的是要到张玉宁身上 对 也确实之前打了三场比赛 我们说运动战 国安三场比赛 只进了两个球 但上岗这边也没好到哪去 两场比赛 只进了一个点球 两个队等于加一起 就进了三个点球 是的 所以说这个门前的终结能力 是双方球队 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那反观上海海港的话 我们看到从 河北队引员来的 这个保利尼奥 作为名冲场球员 梁老师觉得 保利尼奥是作为 奥斯卡的一个 这个轮换的球员 还是说怎么样的 一个补充呢 我觉得冲气量 可能能打个 保利尼奥 冲气量能打个 奥斯卡的半个踢补 没错 应该是达不到 奥斯卡在场上 体现出来的作用 我们看赛前 也有一个仪式 这是孙祥 球队的副总 保利尼奥球队 也是把9号球衣给了他 但是呢 其实他的踢法 他不是一个9号位的踢法 他是一个这种 中场类型 就是河北队 之前没办法的时候 把他顶到封线上 没错 其实我觉得 奥斯卡的作用 在队里边 是无人能替代的 那么另外呢 我觉得这个 如果在这支球队里边 保利尼奥踢的 不够简单的话 可能他可能会 越来在队里边 可能他的位置 会越来越不稳定 没错 因为他可能在 河北队踢球的时候 他的这种个人能力 以及其他队员的水平 包括外援的水平 可能达不到一定高度 他可能在队里 还算是一个核心 没错 他踢的一个状况 他可以这样做 但是如果在海港队 他依然然这么去做的话 可能就会 给自己带来麻烦 没错 海港队 其实现在缺少的是什么 阿闹走了之后 他们其实缺少的 就是一个绝对的中锋类型 对 之前让吕云军也试过 让李胜龙也试过 包括罗佩斯也试过 但可可能说 效果都不太好 对 此前也说 他们其实看中的 河北队的谁 他们看中的是马尔康 但是马尔康 比较意外的去了武汉三镇 但是保里尼奥离开之后 保里尼奥来了之后 应该说 其实还没解决 这个中锋的问题 对 所以说还是要看一下 无论是莱科 还是比利奇 对于自己队内的 一些球员阵容的 一个安排是怎样的 聊这么多之后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两道竞猜题的题目 是怎么样的 第一道题是来说一说 预测一下 本场比赛的赛果 大家这个各输己见 第二道题是上半场比赛 谁会打入第一例进球 这应该也是 依据于双方的首回合 上海港这边是 先抢到了开局 那看一看本场比赛 这场金户大战 会是谁先抢到 这样的一个开局 会谁先打入 这第一例进球呢 欢迎各位来参与到 我们竞猜题的互动当中来 有超多福利来提供给大家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前往 江音市体育中心 一起来观看这场金户大战 好 各位网友 欢迎跟随着我们的镜头 来到江音市体育中心 这第一个镜头呢 给到了身后 刚刚其实走过的保里尼奥 我们也重点聊了 他今天有可能会替补登场 因为确实来到球队之后 虽然就是这有点像上三季总学生 就扒了一个楼 这个现在的转会呢 是真方便 而且他身体状态也没有任何问题 对 他一直跟着球队训练 比赛呀 身体状态也不成问题 只是对球队的一些战术打法 可能还不够了解 是 所以说这对于他而言 我们记者也介绍过 我说只进行了一堂训练课 这一堂训练课之后呢 效果如何呢 我相信球队的战术呢 可能更多的还需要摸索 但是这个时候 就是中超今年因为特殊的赛职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训练 只能是以赛带练 拿比赛来融合来找状态 然后再一个就是 让助理教练看看 给他讲一些 或者是位置技术的教练 给他讲一些 他所在位置的一些位置职责 这个可能是 能够尽快地跟上球队的 一些战术思想吧 看国安的助理教练 陶伟知道 其实也看到 这场比赛 江阴市体育中心 其实这个场地 距离驻地也相对比较远 我们记者反馈说 坐车要差不多 一个小时40分钟单程 这对于球队来说 其实也挺辛苦 踢完了之后再回去 我们看替补系上的巴坎布 他的身体状态呢 其实此前也有过 这两场有替补登场 这个信息 就是奔度28度很舒服 但是这湿度 85% 其实相对 可能体感 这徐智岛作为球员来说 这个体感 这个湿度反正就是 出汗会很多 但是还好 温度现在是28 如果是28的话 我就刚才 因为我们刚才在看短片的时候 我都看到 很多队员穿上长袖在训练了 对吧 我们在看刚才那个短片的时候 所以我想说 可能这个 由于台风的到来 确实是给这个城市的温度 降很多 降温了 其实天功作美 这次苏州赛区的几片场地 其实我们真的是很担心 因为之前已经因为一些特殊的演员 其实包括外场 苏州澳体中心的外场都已经启用了 这三片场地呢 其实今天我们这个场地 我相信是体育中心 是苏州赛区的场地 条件最好的 所以说今天这两支球 对技术流的球队呢 能在这场比赛的 这个场地应该说 对他相对比较有利的 而昆山体育中心呢 明显之前这场比赛 我们来看准备的应该说 因为他也是临时起用 包括外场的条件呢 其实对技术流的球队来说 一定不是太友好 今天的主裁判是张龙 第一助理裁判是施祥 第二助理裁判是唐荣帝 第四官员金晶元 VR裁判呢 今天是李海鑫 助理VR裁判是马强 两队马上要入场 两队队长 这边是于大宝 上海海港是奥斯卡 这个温度啊 应该说确实比我们预想的 我们担心的就是 一会儿踢起来来看看 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台风过后啊 那个场地 我们特别担心 那些雨量比较大 把场地给弄得比较松软 对 踢起来可能就容易有了 这可能我们要结合比赛再看一下 因为这两支球队 确实都是技术流 都愿意走脚下 也是因为台风的特殊原因 这场比赛就是空场比赛了 之前呢还是有一些观众可以追 也是因为特殊的原因 尤其是对于上岗的球员 因为他们过去相对还是比较近的 球队两个十号都走在最后 张希哲 洛佩斯 洛佩斯这赛季已经打进了四个进球 其中两个进球 就是在守维克当中 面对北京关 面场比赛 他们是三比一 马上要进行赛前的升国旗 走国科环节 全体起立 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在镜头上还是确实还是有一些风 但是比天气预报说的五六级风 要小 如果真的说风力达到五六级 寻找是不是这种大长传球就非常艰难了 如果是五六级的风的话 如果真的顶风的话 这个球是基本上到不了40米左右的区域的 这个可能也就是在40米以内的 这样的一个距离就落下来了 确实 如果踢的高一点 抛物线高的话 那可能35米都到不了 所以这时候也需要真的是阅读比赛能力 判断一下风向 对 我们看两队的首发 上海海港队 他们今天的首发和上场比赛是完全一样 没有进行任何的轮换 然后球队主角链 莱克给出了是一个343的官方阵型 这应该没有太大的出入 就主要是取决于奥斯卡的站位 因为他的站位确实相对比较活 没错 他这个官方站位呢 在风险 这也不是官方站位 这应该就是比利奇给的 他顶到风险上 但是他经常的回撤 他回撤回来之后了 就是左边的一个中场 主裁办来自西安的张龙 看着这个飘洋的国旗 我们能看出确实是有一些风 但是感觉没那么大 没错 足球场 我们理解的可能这个风 可能会减小一点 因为足球场毕竟是四周围绕起来 所以说他的风会挡住一些 我们看这是北京国安的先发阵容 官方报的 官方给的也是一个三四一二 就是三中卫的体系呢 上场比赛 国安0比2输这场比赛 其实就已经在强势打了 他把卢卡斯索萨 从中场的位置打到了右侧的中卫 今天这场比赛呢 我们看我们要随着比赛看 因为他的位置相对比较活 就是上场比赛是打的中卫 三中卫 今天报的也是一个中卫位置 比赛结束开始之后呢 我们要看一下 到底是站到后腰还是中卫 有可能今天如果说真的是两队 都是三中卫 包括前场 真的有可能两队的阵型呢 其实今天可能还相对都 真的是比较像 比较像 对 而且呢 比利奇来到队中 把其实队伍多年的一个 四后卫的一个打法也是改变了 这两场也是看到一些变化 所以说咱们看看这场比赛 会不会继续采用一个三中卫的 这么一个体系 比赛马上开始 上席者 镜头给到了索萨 也是作为国安目前首发的 唯一一名外援 国门 严峻龄 也正是因为索萨 这个阵型才得以 能够去实施 是 因为索萨可以打后腰 也可以打中后卫 应该是一个三中卫的站位 好 各位网友 欢迎收看腾讯体育 为您带来的2021赛季 中超联赛第九轮 北京公安对阵上海海港的比赛 北京公安穿绿色球衣 上面场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上海海港红色球衣 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 今天的比赛是由徐亮之道和冤甲 共同为您带来解说评述 开场来看 国安这边刚才我们看的应该是相对比较清晰了 确实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 索萨还是站到了三中卫当中偏右的位置 是的 上海海港这边应该说上场比赛就是这些人 其实没有太多悬念 我们也抓紧利用开场的时间 先给大家介绍双方的首发阵容 先来看作为今天主队序略的北京公安 他们今天的阵容应该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 三五二 我们来看一下门将是一号侯森三中卫 三号鱼洋偏左 二十二号鱼大宝居中 也是作为今天场上队长 三十号外员索萨偏右 两个边一位 四号李磊偏左 二十七号王刚偏右 中场的三个人 六号池中国 他是作为拖后一些的位置 高天翼我们要看一下高天翼到底是中场这三个人 是一个正三角还是一个倒三角 看高天翼的位置是否和池中国是要平行 应该是一个正三角 正三角的话 他们俩是一个平行 定在他们俩之前是十号前腰张细者 封线上两个人 九号张雨宁和二十号王子明 这个是北京公安今天的首发阵型 再来看上海海港 他们今天是一个可以说三五二 可以说三四三的阵型 门将是一号严峻零 三中卫二十一号于海偏左 十三号围阵居中二十八号荷冠偏右 两个边一位 十一号李文君偏左 四号王身超偏右 中场的三个人 二十号杨世元 相对拖后 他身前的两个人 八号奥斯卡偏左 十六号张花晨偏右 封线下的两个队员 是十四号李省龙和十号罗佩斯 但是奥斯卡的位置就是他相对比较灵活 他向上一顶 球队就形成了一个三前锋 或者说他打一个左边锋的位置 他回撤一下就是一个左边的中场 就是两个队今天的首盘阵性 看你条件目前来看确实还不错 还可以 而且这个风并不是很大感觉 是 这两支球队虽然我们说从积分马上 现在一个第一一个第五 其实我们说这两支球队呢 作为这个赛区 就是大家的期盼 还是应该是巅峰对决 尤其是这两支球队呢 都是比较讲究脚下 比较喜欢低技术流的 没错 有机会看这下能不能传出来 坐回来 赵铁哥 关键啊这球 赵铁哥打了刚才这下封堵非常漂亮 机会也出来了刚这条 你看是不是贺冠啊刚才倒地的封堵 这是前场的一次反抢 余大宝 开场这一会儿来看 呃 官方给出的 国安这边的阵型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是一个3412一个阵型 嗯 呃 那么反观海港那边呢 我觉得呃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所说的这个奥斯卡的位置相对比较灵活 他的位置在进攻中反而他会形成一个这种 边前位或者是说边前腰的这么一个位置 反而在进攻当中他会形成一个左边风的位置 是也就是说他可能跑动的距离啊啊 前后的这种上下的不是很大 反而在进攻端呢 可能吕文君可能上的会更大一些 没错 先看这一下 王子明 北深拿 没有拿好啊 这个球王子明啊 脚底下有的时候显得相对还比较粗糙 这下吹了索萨的犯规 索萨这场比赛他其实对位有点对谁 他今天对位对奥斯卡 对 所以说对他而言也是比较大的考验 奥斯卡作为现在绝对的中超第一球性 是的 今天如果是阵地防守 他的队位应该反而是吕文君 然后如果是对方反击防守呢 他可能就对位的是奥斯卡 没错 奥斯卡基本上是不回去防守的 是 你看这一会儿的奥斯卡又站在了左前位的位置上 中场的位置 他有的时候回撤 就球队的进攻啊 他虽然有的时候中场偏左 但是球队进攻啊 必须要过他脚下 对 绝对的核心 所以说他回撤 这会儿吕文君也就跑到了奥斯卡 左边锋的一个位置上 是 放到前面去了 于海 于海作为左中位 他也具备助攻的能力 确实于海早期出道的时候作为左边锋 但年龄大了 位置越来越回撤 奥斯卡在防守 对王子明 关键啊 看球还在国安脚下 张锡哲 嗯 雨昂 好球 好球 这个球又是传到的时候 啊 这个魏正的 鼓位意识非常好啊 之前海洋队是贺冠在中间 魏正会靠右一些 现在是主要量给来客给调了一下 贺冠到右边去 他是对这个两个中边 这个两个边上的这种中后卫 左右的中后卫 三后卫体系的这个左右中后卫的传扣能力 要求非常的高 没错 所以说他把这个所谓传扣球能力强一些的贺冠 调到了这个原路去 是 但是贺冠无论是和今天首发的于海 包括其实在替补其上的李昂相比 他出球能力呢 还是有一定 先看这个球传得不错呀 中路包抄刚才稍稍慢了一些 两个前锋都没有抢到 可能这个球能传出来 是 上岗他进攻的时候 就是刚才徐日导说的 其实他进攻的时候 两个中卫其实也都顶上去 对 他是张开的阵型很大的 没错 形成在边路局部的兵力优势 先看这下 卫阵的头球解围 吕云军 开场之后应该说国安这几分钟打的 还是相对比较主动啊 是的 余大宝 两队上一次交锋应该也是这样一个局面 反正国安队更更多的控球 没错 先看这下 张亦宁 就剩两个前锋线的球员 张华晨这球给人的不错 他作为球队的U23 反击 奥斯卡 张华晨应该是在右路在接 王晨超这时候已经插上去了 张华晨 再回奥斯卡 奥斯卡我们说的前场确实自由人 对对对 背景到了右路 去哪都行 再给王晨超 张华晨 但是此前球队租界到南通之云 在锻炼 张亦宁投球的回座 张锡哲 刚刚就反击能不能打个右路 能不能给出来 完了 索萨这个球非常积极 其实作为右侧的中卫 他因为毕竟还是能踢中场 所以刚才这下的右中卫插上来进攻 索萨原本其实国安准备就租半个赛季 之前也是因为这赛季特殊情况 但万万没想到 这万元现在都没回来 或者有这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又续租了他半年 洛佩斯 再给奥斯卡 奥斯卡 稍稍有点大了 刚才这下 还是回到奥斯卡下 好球 关键是下索萨的解围 吹了洛佩斯的犯规 索萨他相对比较全面 能打中尾能打后腰 但是他的个人能力呢 上赛季在长春打中甲的时候呢 作为球队 没法作为球队绝对的助力 王刚 他的这赛季 其实如果他不受伤的话 国家队四十枪赛 会带上他 但是这赛季他是 他也确实受伤病的困扰 应该说这几天修整 对于他而言也是至关重要 张锡哲 王子明 这样没有给好 但是误打误撞 又到了张锡哲的脚下 宇阳 索萨 左脚 想直接打身后啊 这球有一定的想象力 喝冠 还有罗贝斯 这下上的确实犯规了 应该是持中国 奥斯卡的快发 张锡把这个球吹回去了 因为确实不在 距离犯规地点 有一定的距离 这球也看出奥斯卡的经验了 如果这球不吹 其实有可能是很好的一个单刀球的机会了 持中国确实从身后冲撞了 洛贝斯 洛贝斯我们说他其实虽然穿10号 但他其实也不是作为球队的这种 中锋类型队员 所以现在这只上岗的我们聊到说 曾经一度呢 考虑马尔康 如果马尔康来了之后 对这支球队的中锋问题还真是能解决 他就需要一个 阿脑类型 或者说马尔康类型的高中锋 就是这支球队现在说白了 就是缺支点人物 是 这个支点在反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而且在阵地战当中也很重要 是 所以说这个支点现在对于 排港来说确实是 有点捉襟见究 没错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前几轮他们进攻的效率非常高 我们看他现在有14个进球 对 但其实进两场比赛呢 一胜一平 对 一场0比0 一场1比0 1比0呢 就靠一个点球 对 所以现在球队没有桥头堡之后 进攻真的是成了大问题 就 盛门四数也能制造出来 然后威胁也能制造出来 最后就缺着一锤定音的 关键是奥斯卡 奥斯卡的这个作用就反而显得更小一些 是 因为没有人帮他跑了 没错 这个足球比赛是有人传 还得有人能跑 是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就奥斯卡的作用就明显就感觉又小了一点 约海传的不错 后点 后回来 有什么的机会 张华晨 选择了传球啊 这个球 我们说这就是年轻队员 但是 侯森这个球破坏的也不好 这球是没 没打上力量 还是要传球 就像传球 但是 看得我有点不太懂了 是 但如果说作为传球的话 刚才那个球不应该传了 这么好的机会 你不打不然 他还要什么时候打呀 对 张华晨他在这个位置上 球队此前 其实绝对主力这个位置上应该是木一 但是木一因为 还在隔离当中 所以说回不来 之前也试过 试过其他队员 包括买提江在打 但是 也不是太好这个效果 所以又给他机会 关键三天一场的比赛 你不可能让一个人一直 就算你选中了那个人 也不能让一个人一直去提这个位置 他也会很累 前锋是很累的 刚才那次机会应该说真的是 哦 这次是 低级的失误 奥斯卡 卡特选择 选择了这些射门 还有 洛贝斯 但是刚才这下 奥斯卡我们客观的说 这球有一点毒了 其实可以考虑给右边刚才 可以给 这个球 还是奥斯卡 给出来 感觉奥斯卡今天 刚才这下处理的也 也不好 很好 但是呢 我想说他更多的都是向前的那种威胁性传球 或者说是这种是我们他的这个比赛当中的传球成功率肯定是没没那么高的 没错 因为毕竟向前传球的失误率是有的啊 是 但是刚才我们说那球就好在没丢球 如果丢球了之后 索萨刚才在那个位置 那么关键的位置丢了球啊 挺要命的 你这一场比赛下来 奥斯卡这个位置 他的传球成功率 绝对不是 整个中场里边 咱不跟后卫比啊 就跟中场全员比 他的传球成功率绝对不是全队最高的 是 因为他老向前传球啊 全队现在目前唯一能向前传球的就是奥斯卡 没错 张希哲这边 问题不大 是 虞海 这球 张希哲也看 一看这老大哥 虞海 登踏了一下 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了 对 确实 而且都是 曾经的 国家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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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哲本身自己的性格也是比较 比较内向 比较好的一种性格 不会跟人争啊 抢啊 那种 一般不会发鼻气 这球还没有出去 运气比较不错 奥斯卡就停得不错 好球 推过去 早推啊 这个球 推完了 多带了一步 是 王神超 这球犯规了 王神超这个球也可以早出 早一点奥斯卡这里 很好的一个点 但是根上就还是刚才您说的 洛费斯那个球多带了一步 如果早给的话 马其是球场的 对 完全不一样 对 宇海又上来了 李文君 这个船中弱点也不错 几回蹭了一下 给了脚球 李胜龙 李胜龙这名球员是属于这种 我觉得他跟王子明差不多类型 对对对 非常积极 对非常积极 在前场任劳任怨 然后跑动也很多 但是可能最后的这一下 就是临门一脚 对也是稍微的有点欠缺 他跟王子明确实这两队的这两个前锋 还真是差不多类型 没错 我们现在国内很多这样的前锋 其实机会也能跑出来 也能制造出威胁 就是最后这一下解决掉问题 最后盛门这一下 包括您看昨天广州城那宋文杰 下面场替补登场之后多少次逼近球的机会 你看这个脚球 点不错 西哲把球控制住 有时候这就是技术的技术型队员 基本上他这个位置拿出来 他还不着急大脚 对还是看了一下实在没办法 实在没办法 对 一般防守队员后卫队员 这时候就一个大脚先踢出去再说了 我们在欧洲杯里边看到的更多的场景也是这样 一般能不开大脚就不开大脚 所以说确实这个 我们目前现在的咱们的中国的水平 可能也就是这样 没办法 确实 看看这次反击 王子明 2打4 3打4 好球 王子明能不能传起来 看看这个选择 还是逼得了一个脚球 但是刚才这次球呢 失误是谁呢 又是奥斯卡 奥斯卡应该说今天状态 对 修这几天 感觉奥斯卡这个状态没有之前好 应该丢的有点多 是 如果向前传球 这个是正常的丢球 但是可能这种简单的 10米范围以内 15米范围以内的这种短传 确实多了点 没错 哎呦 这个球弹起来呀 这种球不太可能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判手球的 对 看刚才这个球 奥斯卡最后追回来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屏幕上的一个细节 和队友伸了一下手 这意思是我的这个球 对 越是踢的好的球员 他越会懒责 是 这个真的是这样 看那个脚球啊 好球点不错 又来了 哎呦 这个球 这个球是漏过去 质量应该说 汐车阀的非常高 非常好 这个球 两点都没有强到 两点都没有强到 在这个球的线路上 强点的人不够 这种球啊 确实后卫不好处理 门将也不好处理 就是这个球 擦着鱼洋的头皮过去的 而且这会儿我们说 太阳呢 基本上就照射不到场地的 让大家看只有一条 呃 马上到边线了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两个 对球员的发挥也有帮助 上面上踢完 应该就没了 是 奥斯卡 哎呦 我们看奥斯卡 今天这个状态 停球都挺不好啊 嗯 余涵也是一样 哈哈 奥斯卡这 休息这几天啊 吃中国 好球 差一点 还有王自明 看看 好球 给后点 没有形成默契 讲法到了 但是 哎 又给了一个脚球 嗯 应该是出球的时候 放手组员碰了一下 碰了一下 这镜头可能是想找巴坎布 我相信 这队友挡住了 是的 目前这十几分钟的比赛看 确实国安的 进攻端的内容会更多一些 没错 嗯 但是呢 我认为国安在防守端 现在目前 所采取的一个战术呢 我认为不够好啊 嗯 在防守端 张玉宁和这个 王子明 这个球又来了 这球发的质量也不错 余昂这个球蹭到了 但是 这次抢到了 是 很遗憾 两次投球其实等于都找的余昂 嗯 骑车这两次球 一个发的前点 一个发的终点 应该说效果 其实发的质量都很高 嗯 这个球 温压下来 那国安的防守呢 我觉得阵型呢 长 拉的太长了 这个 不够扁 身后的 和阵型中间的空间太大 那么反观海港那边他们的阵型压缩的就比较好 没错 在防守端可能退的 稍微往后一些 所以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我们看奥斯卡和张华晨这会儿完整了位置的呼唤 这会儿奥斯卡去到了右路 可能觉得 走路开场之后 觉得没讨得什么便宜 有点别扭 是 挑身后 洛佩斯 这就给的不错 看洛佩斯 背身 看看二千元一 没有人来接他呀 对 没有人支援 远军 转身 张华晨再给洛佩斯 没有二打一 洛佩斯这脚底下还不是太清楚 先看这下找后点 帮人找 顶回来 这球还是防守队员解围 今天国安也有一个特殊的战术啊 我如果没看错的话 今天好像我感觉 应该是 特意让 持中国 对奥斯卡有一个人盯人的 先看这下 季文君 这球 又是脚球 可见 其实一直说海港里边 他缺个中锋 其实这个球 那吕文君作为左边的异位 这时候插到中锋的位置 前扎的意识非常好 但是就是缺乏 其实吕文君此前的比赛也有过 就是缺乏最后投球 一锤定音的这个能力 传的不错 又是奥斯卡的传统 奥斯卡的传统太好了 是 强点的时机其实都不错 就是最后这下投球的技术 看看定位球 四个人准备去抢 一个人站点 奥斯卡来助罚 投球 还有 有队员倒地 但是比赛仍在继续进行 奥斯卡那边在要球 对 杨世元 这个球给的 我们说 不应该出现这种错误 这能看出一个防守型球员的一个脚下活了 是 但是 即便说你防守队员 这怎么看怎么 不像这些球员的这条球给着 不应该 正常正常正常 现在我们现有的这个球员水平能力可能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要理解 刚才这球就高水平球员这球 直接给一个地平球球速快点 其实或者平抽过去 能给过去 就是平快就可以了 没有把握想选择一个高球 对 但是也没有控制好脚法 地平球会影响球的速度 是 如果是半高球平快 但这种脚法 说实话 现在在中超说实话 会的人并不多 这 徐志道给他们演示一下 刚才看射门数据 两个队加一起五次射门 而且只有一次射中 确实 得分能力 都是现在困扰着这两个球队共同的问题 王刚这个球 这个球 看看一对一 倒上脚回来 王子明啊 差一步 但是还有王子明 这就是他的特点 丢了不怕 完成抢回来 看看 左仨 再给王子明 哦 这个就转身 对 可以领着往里走 刚才 好不容易敲到这个位置 结果他又给敲回来 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也是不自信 对 我们通过这个镜头能看到整体 看看海港队的阵型压缩的 还是非常的棒 是 这个基本上在空间里没有太多的空间给 给国安 所以国安的这种局部的渗透啊 倒角啊 不太不太好容易找到机会 张玉宁 所以说 上岗里边他目前也就丢了三个球 七论比赛丢了三个球此前 这是和长城亚泰这两支球队呢 反观国安这个阵型 每条线与每条线之间的距离和空间就相对较大一些 没错 哎这个球没有犯规 张华晨这是这会儿到了中路偏左的位置 嗯这是又是所散的一个 这是余大宝的一个实物 这种中位你说你传球实物 对 不应该先看这球能不能给过去 王仁超直接敲左路 好球 他们能不能两个点传过来 哦左脚直接传就好了 张华晨其实两次机会都出现在他这 明显感觉到这年轻队员就是不自信 对 他可能也不具备这个可能这个第一时间能处理球的能力 是 这球如果第一时间门前两个点啊 一个前点一个后点已经跑过来 没错 如果第一时间直接传左脚 这个球可能会得分了就 是很好的机会 刚才这个球就是一直在等一直在等 最后这一对一想过余大宝 这 基本上被断的太轻松了主要是 对 这没有假动作 对 然后之前上岗最好的机会还有一次 就是那次打门的机会 其实也出现在踏脚下 对 那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次进攻击步 是 何冠上来了 一对一 两个队 四号的对决 也都是裹脚 在国家队他们俩还是 同一位置 对 而且在国家队应该是主力跟 这个 王神超是主力的左边后位 迪美是他的替补 主力 主力和替补踢的时候没准他俩还老能对位 你看这个球 哎呀王神超这个球给的也不是太好 吹了越位 又是张华晨的越位 张华晨这会又回到了右路 奥斯卡也着急说咱俩换个位置吧 我本来之前觉得左边没什么机会 结果怎么换到了左边之后啊 这机会又出现 还是出现在你脚下 这两次球 我们相信但凡有一次给奥斯卡 对 有可能就是得分了 对 当然这另一层面也说明了 其实上岗中场的防守啊 精力都放在奥斯卡身上 这个现在目前海港这边中场 必须得靠奥斯卡去输送炮弹 是 其他人没这个能力 你看刚才杨世元的这脚转移 你再看看 确实杨世元和张华晨 这三中场当中 这两个人确实不具备太强的出球能力 对 你在看张华晨刚才这两下 确实你让他们俩去干这活 他们俩干不了 是 这时候相信他们可能就无比怀念穆一 其实前几轮打得好 就是因为近年啊 之前是奥斯卡 今年的上岗里边双核 对 就是穆一也成为另一个核心 对 但是穆一打不了之后 应该说对他们影响还是蛮大的 又是奥斯卡拿球 好球 传当的传球 传球 看45度角的传球 传球啊 这质量还是很差 这都不是不高了 身前的人都没有给过去 还是谁还是张华晨好像 看看 而且感觉张华晨怎么好像 看他这几步跑 有点跑不动了呀 嗯 看反击后天 后天已经 选择了直接掉门吧 这是 误打误撞 获得了一个脚球 这是我们前果角的传球 王刚确实球队打三中位呢 也是希望解放李磊和王刚 这两个队员都具备极强的助攻能力 尤其是王刚 但是呢 此前的问题是王刚里边他助攻多的话 他身后呢 同样也容易被对手抓 嗯 所以现在三中位之后呢 身后有一个保护 对他进攻 是更好的一个释放 而且王刚是刚刚商欲复出来 是 刚刚回来 可能身体状态还没达到最佳状态 又是小球 果然已经两次机会了 这次呢西哲选择了一个后点 这个球稍微的大了一点点 是 镜头一次次的 每次门前没有得分的 镜头给到巴坎布 但是巴坎布呢 他现在的状态呢 就是有的时候 呃 可能球迷接着 说这外员回来了 这么厉害的外员怎么不让上啊 其实这就是就是 徐指导可以从更专业的角度起来 就是那个身体状态不具备的 对 他是这样 他这个首先巴坎布他正好补水 我们聊一聊 这个首先巴坎布 他在家的这段休假的这段时期里 他有没有训练 这个我相信只有教练团队知道 或者说教练团队给巴坎布留了作业 没错 他作为这个职业球员 他没有达到一个职业素养 他可能没有去按教练给的这个作业去去去去训练 这是一个方面 来 另外一个方面 就算他有训练 他回到国内之后 他有一个21天的隔离 尤其是酒店隔离呢 对 这个酒店隔离这14天 你这14天你怎么保持你自己的经济状态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有些有微博 或者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平台的一些外员的微博来看 我们能看到有些外员在酒店里的训练保持得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可能巴卡木这段时间的保持就不是很好 他已经回了三轮了 所以说我觉得正常来说 按照现在这样一个时间点 回来三轮九天了 我觉得怎么样也应该可以去打一场首发了 是 但是目前还是坐在替不起上 就证明 足以证明 他在一些血液指标啊 因为队里有一些监测身体状态的指标的一些手段 他在血液指标啊 包括自己真正的训练中体现出来的东西啊 确实是达不到教练员给予他首发的一个标准 所以导致他现在还是坐在替不起上 没错 其实那些数据也是相对很客观的 嗯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一个职业球员 他在自己的这个管理上啊自律上 再加上这个确实在一个极其不好的条件下 你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包括山东泰山那边外员摩依赛斯回来之后啊 也是在酒店隔离 然后跑尾指导发布会上还说了 所以酒店的空间太小了 我们给他制作的呃制定的这种训练计划呢 可能没法实现 嗯 对 其实呢我觉得有一台跑步机其实就足够 有可能呢 这酒店跑步机可能也不太好运进去 隔离酒店毕竟是 嗯 因为他不像我们普通的酒店说还能去健身房 只能在房间 嗯 铝军 奥斯卡 奥斯卡这会又回到了左路 奥斯卡今天他的状态明显是 不是太好 哎 这个球没有越位嘛 机会出来了 看铝军怎么处理 左脚 好 奥森关键 王刚投球的解围 这就还没有出底线 刚才这个球应该说完全拉出来空档了 左路这边鱼海插上 包括铝军这两个人在左路呢 包括奥斯卡 这三个人经常能形成这种局部的人员的优势 对 人数的优势 这个奥斯卡去哪儿肯定哪儿就是这个战火燃烧的地方 再回奥斯卡 关键他在局部他这种小配合 你看鱼海又套了 解扣能力太强了 他又看到了这个点 左脚 确实啊 奥斯卡的能力非常强 而且看奥斯卡踢球非常舒服 是 我们说看其他中小球员你看他踢球的时候 经常我们能想到说他下一下怎么处理 奥斯卡很多处理球就是你想都想不到 他下一下要怎么处理 这个真的是 我们说这就是就是球星 这就是欣赏 对于球迷来说就是一种很好的视觉感受 没错 球确实还都得顾奥斯卡点 但奥斯卡明显今天这个状态啊 真的不是太正常 看看传众质量 打到了脸上 这个质量 不太好 这又是刚才可能还是张华晨的 张华晨今天这几次处理球 是你看刚才奥斯卡那个传统 吕文金那个投球 你就能知道在同一个点上 你看看两个人的这个作用 你看看他的 这明显这个脚板就没抖起来 T4 T4 所以说就是这个确实是我们跟这个很多高水平球员的差距 是 没办法 张华晨这个表现 我们说开场这几次 确实是明显感觉到 他是上场比赛打了首发 然后今天继续首发 这没做好征战中超的准备啊 感觉 这个海港也是很友好 把球 智慧给关 今天作为左边路啊 其实海港队的防守应该会 非常辛苦 因为奥斯卡说实话 在防守端并不是能做出特别多贡献的一个球员 那么这样一来 加上吕文君在进攻端他要往前跑很很远 所以导致他这一侧的防守他要要顾忌 那么奥斯卡再不帮他回 等于说这边吕文君其实是很辛苦 奥斯卡有的时候看心情 对 状况还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回抢呢也挺关键挺积极 但是说有的时候这进攻确实消耗了太多的时候 防守确实帮助不打先看这一球 赵宇宁的一脚远射打的比较正 这个球也确实是没有人了 也只能自己单干了 约翰 你看今天池中国基本上是靠着奥斯卡的 奥斯卡在哪呢 基本上你就能看到池中国的身影 没错 有的时候距离离得远一点 有的时候距离离得近一点 有的时候距离离得近一点 你看本身他是个后摇 你看他 对 基本上他就跟着奥斯卡 对 对 对于包括对于球星来说 其实谁也不愿意踢球的时候 身边有一人跟着自己烦死了 没错 你看其实这个池中国在往自己的中路移动的时候 其实他也就是大概起的一个坚固的作用 是主要还是其实就一直定奥斯卡 其实主要雅年一直看着奥斯卡在哪呢 你不动 我就反正就离你别太远就行了 这招 哎呦这个球有点危险啊 观后防线今天有一些失误 对 但是呢这就看出来说上岗这个中场啊 对奥斯卡的依赖奥斯卡一旦被钉死 对 这个球队的进攻的运转就出大问题 对运转不起来了 这是 难道是有出现问题伤病吗 李磊感觉受伤了 哎呦这也是作为 这一下很有可能出出问题了 会换人的 再捂自己的脚踝这个位置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很有可能 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 因为这也是裹脚啊 没错 就怕裹脚受伤 这个位置就 确实不是太好 但是替补席上 果然能打左边后卫的金太炎 替补可以打 包括刘欢 这一下 这一下是在非对抗下的一个 是 自己扭到了 前面张龙也是 还好 还好 对伊伊给了一个OK的手势 对给了一个大拇指 证明还能继续 应该是刚才这个 急转急停这一下 可能晚了一下掰了一下 还是右脚 右脚有的时候他左脚队员嘛 右脚作为立足脚 问题不大感觉 对伊伊只要能做出来 但是走路感觉还是有一点影响啊 对 应该是是这样 他在比赛当中 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掰呀晚呀的 这种现象 他自己肯定本人会很疼 但是他不了解在简单处理之后 能不能继续 这种决定一般都是对伊来做 没错 如果对伊说没问题 他就会忍一忍喷一喷 刚才那个冷喷 然后就继续了 我们看场边的刘欢 已经在热身了其实 对 他的双胞胎的弟弟刘乐 这赛季在重庆表现还不错 给到右边 稍稍小了一点奥斯卡 张华晨 双方的体能明显都是有一点 有一点这个问题啊 没错 进攻端都上不来太多人数 这六天休息感觉也没有完全缓过来 对 看看这一次边路 持中国 持中国是 他定奥斯卡奥斯卡挺烦的 他是真正跑 对 他是奥斯卡肯定挺烦的 这个你看奥斯卡去哪儿 持中国 基本上奥斯卡来了 有机会 再顺道 左边 全种质量 这球力量小了 余海这球不应该呀 质量不高 是 余海作为这种左路边路队员 脚法原本非常好的队员 刚才那个球没有给好 这球吹罚了 是要吹什么 是要吹林军的手球 还是可以国安里边犯规 应该是给国安犯规 对了推人犯规 好 定位球 对于上岗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 六人军这也是挺狼狈啊 这球 奥斯卡 犯规国安6比1 看这个机会 点不错 好球 好球啊 这球 侯斯恩其实第一点没有完全摘住 但是很快 二点把球再控制下来 但这个点其实给的挺降流的了 嗯这个点是真好 关键的抢断 杨世元 这是他的特点 罗佩斯 诶 这个球犯规了 这个确实是一个犯规 正在大点容易吃牌 这个球 好天忆 这个犯规还算聪明 算是影响了海港那一次快速进攻 是 但是刚才那个球就发挥了谁的特点 杨世元的特点 他突然向上的一个上枪 对 高天忆 这也是作为国安镇中不可取代的U23队员 国安这边U23可用的人非常少 高天忆他只要是能踢 他是绝对的主力 好球 好球 想打身后啊 就再回奥斯卡 奥斯卡一拿球 持中国马上第一时间上去 相助 是 这种啊 我们说技术型队员 或者说喜欢拿球的队员 其实最讨厌的 就是有人一对一钉子 最讨厌的 不能舒舒服的拿球 先看这下 好球看看传球 给的不错传过来 所大的解围 喝冠 背身拿球 王子明这球拿的不错啊 制造了喝冠的方规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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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机会 这球我们说也是有的时候 真的是不自信的表现 刚才啊 这个也有可能是什么 刚才在上一次犯规之前 他在那儿杠了半天 没劲了 可能有点无痒了 可能有点无痒了 所以大家缓一下 其实这种球的身边 刚才三五米 根本都没人 轻轻松松的 可以拿球去寻求一对一了 是 足球比赛 如果在边路出现了 一对一的局面的话 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是 尤其是刚才在这个位置 相对比较深的位置 吃中锅 他这活儿其实不好干 就防守的时候呢 盯人进攻的时候 他得赶紧组织呢 其实这个攻防 这个切换的状态啊 对 不好把控 然后想起 有时候我们批业余比赛 其实 有时执行的不好 有的队员这种 告诉说你上场之后 你就盯死了谁 结果业余比赛出现什么情况 就本方进攻的时候 他也盯着人家 一直盯着人家在提 是 有这样的 这个 在进攻端啊 持统果还好 我们这个比利奇一看 没给他安排这个活干 在我们很多的比赛当中 很多这么要求的球队 都是在进攻当中 也跟着那个 那个对手的核心人物啊 这下路贝斯拿的不错 转过来了 三打五 好球 看能不能给到 奥斯卡这边又是被盯防 球还是要到奥斯卡脚下 选择右路 好球 黄神超 左脚 罗贝斯 好球 看看传中质量 传中质量 没有过于大薄 还有 这个球能到后点就是好球 罗贝斯 连续的小范围配合 关着三中位 刚才就显出了防守 都是人的优势了 嗯 第四七传中啊 三个人互相保护的很好 但还是他有人数优势 我觉得海港也是他的 如果传中质量能够高一点的话 你像刚才那次奥斯卡的传中 你就明显的感觉他的质量好的话 还是应该有的强 没错 对 那现在问题是就是 他他这个其他人的这种传中质量 这个确实成问题 你看这脚传中 那进攻慢慢打起来了 没错 打出来之后呢 他也能制造出来一些机会 这些机会 船中的最后一传 他没法让自己的队员有最后一射 是 这就结束了这次进攻 所以说我觉得 还是最后一传这一下 海港队要稍微的 再拿捏的好一些 他们也确实没有中锋 就是李生龙呢 作为这种中锋呢 海港这边可能也在想说 我们要有一个张玉宁就好了 有一个中锋 那关这边想 那我们要有一个奥斯卡就好了 哎呦 这个球啊 看着有点吓人家 眼睛流 这个我觉得还是 我们可以去追求去做的 真的 我觉得 我们现在目前中锋联赛 我们看到的更多 就是对方一逼就开大脚 是 可是我们真的应该去追求这些东西 这个球 不应该啊 不应该啊 不明确啊 传球 你是想传给贺冠呢 还是想传给 传给谁 看不懂 整个球 传到了两条线之间 先看这个球 回头看了三眼 一个人没上来 急死了 第一时间想传球 没人跟上来 看了三眼 等了好几坡 这两个中锋呢 应该说确实也都不是速度类型的 对对 还没拍马赶到 说王刚 你这一挂档速度太快了 等等我们 今天 今天国安这边 我觉得 嗯 进攻中投入的兵力的人数 还没有上港多 海港多啊 又是脚球的机会 关 此前几次脚球都是左侧 这次换成了右路 西哲这几次发的脚球都有威胁 先看这一下 没有抢到 那余道宝应该是顶别人头上了 头放头了 这会也顾不得了 赶紧先回吧 对 他的位置决定 他得马上回去 这会儿事还是想 余大宝应该是和主裁办说了 赐意了 应该是 应该是顶头上了 晕晕乎乎的这会儿 可能确实要缓一会儿 对 余阳也出问题了 今天这几个后卫 李磊余阳大宝 主要国安其实可 这是不是他俩撞上了 哦 不是 他撞了李磊 他撞了李磊头 这大水冲了龙王庙 三分钟 尚不尚捕食时间相对要多一些 确实受伤 再加上补水时间 要捕食三分钟 这镜头给到的 这是不是余阳啊 对 这个应该是余阳 比利七这说这一下 你要把我两个中位都伤了 虽然上场比赛 我把他俩都换下来吧 但其实这两个人也是不可取代的 上场比赛 杨帆替补登场 应该说表现也平平 那第二个丢球 就是他自己助攻到前场 一个很低级的传球的一个失误 杨帆呢 适合这个在弱队里边 好好打一个这种盯人啊 或者说防守 更多的这种防守区域的自己的 身前的位置的一些事干啊 如果说在强队里边 他打这种传控的 这种类型的后卫 他还是相对差一些呢 确实 一度 其实他在天津队那时候 踢的好的时候 都已经进国家队了 对 但是转回到国安之后 明显 其实给他的机会也不是太多 对 然后为数不多的出场机会呢 应该说他自己的表现也不尽如任意 对 因为毕竟国安这支球队空球更多一些 空球多了 他就反而对他的这种劣势的血线就会多 是 有的时候我们说真的不是说哪个队员都能去强队踢的 对 中间空了 看能不能看到 没有啊 中间着急的不行啊 这个李盛龙 李盛龙的位置刚才特别好啊 这个确实啊 如果能给过去是 你看现在也是空的 如果能给到那个空间里 奥斯卡后排跟上来一坐 可能就开了 但是 这一下就是给不出来 奥斯卡 索萨在盯他 这球有想法做过来洛佩斯 放手队员非常关键的风度 还有 余扬刚才应该是挡住了这个非常关键的射门 你看奥斯卡这么难的地方 他能 还是能给出来 好球 洛佩斯 左脚 这个球有倒地 这个球 裁判有没有表示 没有 施益要起身 呃 裁判员给给施益的是起来 是 但是看一看慢动作啊 这种球 VR肯定会介入的 有可能要看一下 对 他会看的 这场比赛的VR裁判是来自广东的李海鑫 这个球是先出一脚把球 你看这下 其实这配合很漂亮 这下 索萨这一脚啊 真有可能踢到的 这个球如果VR介入的话 我觉得是有可能给的啊 这个球是 但是这个球 我们看这个手势好像发脚球了 看看 得看看裁判员会不会无耳朵 对 VR这球可能是没选择介入 嗯 你看这个脚球 上半场也是最后的机会 投球 张宇宁的解围 二点 还有 余大薄 尾震 持中国 还有机会 驴君 这一脚没有压住 那这样的话 上半场时间应该说也就差不多了 嗯 差不多了 发出来应该就结束了 刚才那个球啊 其实 真是有一定争议 我觉得应该是个点球 是 索萨那球明显出脚慢了 对出脚慢了 踢到了 踢到了这个洛佩斯的脚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索萨 这球一个大脚打上去了 看最后 张龙还会不会给这个时间 就出界了 应该说就差不多了 上半场比赛 53分钟 现在已经到了4分钟 49分钟了 这个球不给发出来 这样张龙吹响了 上半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上半场比赛 那双方制造的机会 应该说都并不是太多 绝对的得分机会很少 战成了0比0平 应该说这两支球队呢 确实仍然是困扰着他们的问题 就是得分能力 两个队此前 一个是两场就进了一个点球 一个是三场就进了两个点球 运动战进球仍然困扰着两个队 我们也是回到演播室 欢迎回到演播室当中半场作罢 那这场金户大战 暂时是战成了0比0平 在观看精彩比赛同时呢 不如来一罐青岛啤酒啊 这是最完美的搭配 感谢腾讯体育中超合作伙伴 青岛啤酒对于直播的大力支持 看精彩好球和青岛啤酒 来我们主场唱饮青啤干杯世界 接下来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我们的弹幕时刻了 欢迎各位来发送各自主队的一个助威口令 会在稍后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当中滚动播出 那么上海海港是上海海港势不可挡 非常有气势 北京国安国安永远争第一 欢迎各位自己的主队来加油助威打高 收回到上半场的比赛 那么这场金户大战 我们在赛前的时候 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堂堂连线到 说现场的这个天气相对来说是凉爽一点 但是还是比较炎热的 我们看到因为这个炎热的天气 导致双方的球员在这个攻防转换的节奏 相对来说是慢了一些 梁老师怎么来看这半场的金户大战呢 应该说这场比赛 其实看似这种焦点对决 但是比赛表现出来的这种精彩的程度 我们也是结合着比赛的视频来看 其实相对并不是太高质量 但是这场比赛 我认为有一个核心的胜负手出现在哪呢 就是徐日导一直提的 持中国这场比赛 他对奥斯卡的限制应该说做得非常不错 所以导致呢上海海港这边 其实进攻当中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 对因为在组织端奥斯卡 如果不能很好的去利用起来的话 那么确实对于海港进攻会制造很大的麻烦 你看看他只要有空间 他传出来的球基本上都非常有威胁 从这个球上来看 哪怕是在遍路 他都会给自己的球队带来这么大的帮助 所以说我想说这场比赛确实围绕着 现在海港的问题就是 在奥斯卡不能很好的发挥自知个人能力的情况下 其他人能不能帮助球队去解决问题 目前以现在这样一个状况来看 上半场后20分钟以后 我觉得海港都慢慢进入了状态 也体现出了他们目前现在阵容上的一个实力 就是最后的解决问题的人在哪里 目前确实是这两支球队 应该说都面临着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看了一个数据 空球率上岗这边相对更多 57对43 我们看这个数据射门次数 上岗是5次 关是4次 但是只都有一次摄政 确实两个手边没有太大的挑战 而且从这个传球数据 对这两个队而言 其实并不是特别高的数据 不是特别高 没错 上岗这边是264 关是205 脚球次数上 关领先一个4比3 任一球 上岗相对更多9次 关这边只有2次 但是 从这个数据也看出场面呢 确实相对比较 比较 我们说比较两个队 比较沉闷 对 说的直败一些就是比较沉闷 对 但对于两个队而言呢 其实他们下盘上比赛 好在呢 手里都还有一张后手 一边保里尿 一边霸坎布 这可能对于主角联而言呢 都是一个什么时候上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没错 而且我们也看 其实到了现在中超联赛的一个阶段 一般上半场的这个节奏 相对来说都会慢一点 把体能留到这个下半场 或者说有一些替补球员的上场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中超指挥官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中超指挥官 上墙的两位网友呢 将会获得我手中的这个中超官方合作伙伴 青岛啤酒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百年国潮盲盒 所以说我要慎重一点哈 我刚提前看了一下 我觉得这两位说的都相对来说比较重肯一点 这位呢网友是胜在什么 胜在他的字数相当的多 考验你了 考验我的时刻我就剪重点来念啊 大概意思其实就是说 觉得国安在本次联赛的开局不利 但球队其实做出了调整 我们也看到其实比利奇在接手国安之后的整体的打法 一直在寻求一个最好的一个首发阵容 国安上一场呢是输掉比赛没有退路了 希望只能赢球国安的国长们势必会承担更多责任 也有利于他们的成长国安加油 也提到了本场比赛对阵上海港 我们也看到上半场相对来说保守一点 看看下半场是怎么样的 恭喜这位San Francisco这位网友 再看下面一位 这位网友哈 是端水大师选一个海港的球迷啊 应该是海港球迷 他说上海海港进攻线更加豪华了 这个不太对啊 你这个球员选择好像没有做足功课呀 这位兄弟 这是二级网嘛 家里这个村里没通网啊 我们看后半段说双方的进攻线都华丽 教练斗法也是有看点的 来客应该会先发制人 抢攻猛攻轰炸 国安顶住 然后寻找漏洞反击 说是火星撞地球般的精彩 嗯 我觉得来文老师是不是 这个 我们希望下半场火星撞地球 上半场没看出来火星和地球在哪儿 我觉得也是给出了自己一个期待哈 总之选择这两位网友了 就恭喜这位C和San Francisco 获得了我们这样一个这个百年的国潮盲盒 那么当然了 这个盲盒当中有什么呢 我来展示一下 说了半天 看一下哈 这国潮盲盒里面 有一罐青岛啤酒 还有一个就是盲盒了是吧 这个只有你打开了 才知道里面是装了个什么样的东西 惊喜都在这个盲盒当中 那么今天我们说到了 本场比赛会送出八个百年国潮盲盒 那另外的六个是从哪里诞生出来呢 我们来进行的就是抽奖的环节了 首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看精彩好球喝青岛啤酒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抽奖环节 一起来看一看 他这样一个抽奖环节 两位老师我们的亮哥吧 直到汉庭 齐止 好嘞准备 一二三 停 恭喜 这个是在我们社区当中的这个盖楼的网友啊 七楼四楼九楼三十六楼二十四楼和三楼 恭喜我们今天中奖的八位网友 获得了由青岛啤酒提供的百年国潮盲盒啊 又国潮又盲盒非常的时尚 所以这样一个礼盒送给大家 恭喜各位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竞猜题 第三 第四道的竞猜题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呢 第三题是下半场会有几例进球 这个必须两位老师为我们直直录了 B 啊 这么干脆吗 我认为是一到两个进球吧 呃 我们希望吧 这两支球队说前前面这几张比赛 确实进球太少了 对 希望今天能有进球吧 希望是C是吧 哈哈哈哈 有一两个进球 其实我们就已经知足了 所以说这个 梁文老师也觉得 A的选项有不太可能 几率不是特别大 帮各位排出了一个相对来说几率较低的选项 来看看第四题 下半场会不会有点球出现呢 上半场一个判法有可能是点球 但是最终没有判 我们来看看下半场是怎样一个进区当中的一个身体的拼 会不会获得点球 我大胆预测会 会是吧 哈哈哈哈 这个预测已经给到了 各位球迷怎么选择看你们的了 那也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精彩题的互动当中来 在我们中场休息环节呢 为各位准备了精彩的节目 供各位球迷来进行观看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等待下半场比赛开始 再一边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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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放松 行员 今天我们都做什么呀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一个 鲜虾芒果沙拉 还有一个牛油果烤吐司 你不是爱吃牛油果吗 然后再做一个鱼翼甘蓝的奶昔 奶昔听起来很不错 但是加上鱼翼甘蓝会好喝吗 当然了啊 肯定给你做的好喝 鱼翼甘蓝特别好的 哎呦 我想吃 你知不知道鱼翼甘蓝 它是蔬菜之瓦 它含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AKE 这不是瞎说的吗 这不是瞎说 你可以查一下 真的真的 好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打底的这个生菜 然后给我们补充维生素的 这个小番茄 以及彩椒 黄瓜呢 一个是为了增加这个色彩感 第二个呢 黄瓜非常清爽 新年华市很多健身人士 特别喜欢的 新年华我是爱吃的 好 那个可能是我唯一喜欢吃的健康食材了 那你平时都吃这啥呀 吃一点什么火锅啊烤肉啊 不错呀 火也不错 我也常吃 重庆辣火锅可以吗 我是四川人 你觉得嘞 是吗 所以说你吃火锅吃成这样的食材 就看你怎么去选择食材了 就像我们这一餐沙拉一样 好 现在我们所有的食材都已经准备完毕了 然后我们来装盘 OK 现在一份满满的沙拉就已经圆成了一大半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今天是要给你做鲜虾芒果沙拉 为什么准备鲜虾 因为我爱吃呀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 最后呢要加入芒果 为什么要加芒果呢 其实芒果跟任何海鲜的味道都是很搭的 它可以去增强海鲜的口感 所以不放一些别的东西了吗 还是就这些干吃 还有最后的灵魂料汁给你准备好啊 你光吃这么一大份肯定能受呀 对不对 所以准备了一个特别清爽的青梅沙拉汁 好 最后就要给你准备非常健康的主食碳水 以及我们优质的脂肪牛油果 做一个非常好吃的牛油果扣吐司 那我们先烤一下 那我想起来其实我们很多穷迷啊 我们男穷迷啊 可能这个夏天嘛 夏天来了烧烤啊 啤酒啊 都要安排上 但很容易什么肚子大 啤酒肚子 啤酒肚啊 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刚刚给你准备的清肠瘦身影啦 这个东西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的功夫 可以促进我们肠肠的蠕动 那我们来尝一下吧 OK Cheers 这是我第一次喝啊 第一次喝 嗯 讲实话了 它其实就是牛奶和香蕉的味道 鱼衣甘蓝是没有味道的 有一点点这种咀嚼的存在感 对 为啥要加鱼衣甘 本身鱼衣甘是很难吃的 但是我们把它放进这样一杯饮料里边 就可以既吃到它的营养 又不会去尝到它难吃的苦味 我觉得这个汁不错 但是我们刚才花了两个小时做的这一盘这个 不让我尝一尝吗 我必须给你尝呀 这是为你做的 虾的味道 而且我听说我们今天有一个七吃三恋是不是 对对 为什么七吃三恋呢 因为靠吃才能够达到我们想要不管是减脂还是增激素性的效果呀 土丝来了 来尝一下 看我们这一桌其实非常的丰盛 各种的维生素 而且保持这样的一个营养健康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球迷朋友们 你们学会了吗 对就这么多的 你看看我们下温柔的 看我们下温柔的 想看我们下温柔的 可以 好各位网友欢迎回来 我们看下半场比赛 双方是否会有人缘调整 就是我们关注的保利尼奥和巴赶布 什么时候会上 目前来看镜头还没有交代 有坏人的场景 比利奇上半场比赛 他派池中国盯住奥斯卡 应该说这招明显是奏效了 但是进攻方面的东西 还是没有体现出来 刚才镜头扫到巴赶布 好像还穿着替补的黄卫星 还没有上 目前对于官来说 我觉得选择这样的一个防守的 比较实用的一种打法 现在目前球队的实力 可能也不允许他们打出 更漂亮更多的一些进攻的 所以这种更实用的打法 我觉得可能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不要把现在这只官 当成以前的官来看待 是 你说和上赛季的官 这阵容已经大变了 主要是缺的几个 都是核心的 对 差的有点太多了 国安刚才我们看到 应该也没有人员调整 这样的话 其实平局我觉得是 双方都能接受的顶线 这场比赛 国安也不能再接受输球了 上场比赛就已经输球了 再加上此前的一场0比0还被天津毕平了 对 比里奇应该说压力其实也很大 即便说你再确认 国安毕竟还是要有强队的敌运 对 而且今年呢 这个咱们的赛制也是带着分进进入到第三阶段 是 所以说呢 这个还是要看着另外一个小组的分数的 现在另外一个小组的分数是三支球队 同级18分 没错 三足鼎立 那边非常精彩 但是这边你也得看到什么 国安可能现在考虑不了这么多 他得先考虑 我这第五还是第四 我得先进前四之后再说 是的 但是上岗可以考虑 上岗要考虑 海港要考虑 海港要考虑他现在的积分状况 如果这场比赛平局的话 对于他来说 可能就目前排在总积分榜的第四名了 好 各位网友 欢迎收看腾讯体育 对您带来的2021赛季 中超联赛第九轮 由北京国安对阵上海上岗的比赛 上面场比赛是护胶白卷 下面场比赛双方一边在站 本场比赛是由徐亮之道和冤家 共同为您带来解说评述 我们看下面场比赛开场之后 国安马上完成了一次抢断 高天逸 看前两张不能给出来 张玉宁 船中有没有机会 转身 没有了 只能回座了 赤中国在选择禅中找后点 王深超 又是两个四号的争夺 还有高天逸 高天逸 想打一脚世界波 这脚打得还真不错 打上了 这脚打上了 但是 这种球想压住太大了 这脚打的质量已经可以了 这种打到球门范围之内 基本就进球了 就是世界波 基本功算是很好 不错了 这球 其实压的可以 对 虞大宝 一对一的盯防李上龙 虞大宝说我这盯灌了外援 这应该没什么太大难度 身后 伪真 这球送了一个脚球 因为莱克来到球队之后 莱克他就偏爱这三中位的体系 对 所以来了之后 威震应该说上赛季并不是球队的绝对主力 这赛季他来了之后 莱克来了之后 把他锁死在了主力中位 而且是偏中的位置上 第二阶段我感觉李昂的出场 是 李昂其实一直在替补 对 国家队回来之后呢 可能他这个状态 不知道是为什么 还需要调整 他之前一直都是主力 没错 然后在应该我看了一下刚才 应该是三场比赛没有首发出场 是 就是其实第二阶段 就是就等于是回来之后 一直没有首发过 不知道是身上有一些伤病吗 还是说有一些状态问题 伤病应该不存在 因为他先看这一下 还有贺冠 因为他此前啊 李昂有替补登场 这替补但凡能上的 应该说可能不是伤病的原因 有可能体能啊 或者说状态啊 嗯 因为李昂在这个位置上 还是一把好手 是 在进攻还有一脚定位球呢 对 好球 哎呦 这个球 这一脚这样已经打得足够突然 以至于自己的队友都没有准备好 哈哈 好球 好球 啊 我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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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安这边选择中区的防守 我觉得还是不够好 好球 空间太大 张华晨 德里磊的身体对方 张华晨其实上不上我们就说多次了 他到关键位置或者关键打球的时候 这明显感觉刚才其实还是不自信 没错 他还是对周围的这种情况的了解不够好 然后呢 导致他在最终做决定的时候 做不出更好的一个决定 没错 比如比赛就是这样 在比赛场上 你在一天做出这个正确决定的能力非常重要 杨世元刚才又是一次关键的传球事务 我看这边有没有机会持中国 担心王子明越位 没有给 这是奥斯卡的积极回防 太多了 这个持中国现在踢球啊 确实在进攻端 太粘囚了 踢身体 余大宝 这球没有吹发犯规 高天忆 转左路 余扬 关这边进攻啊 想有创造力 球还是要到张希哲脚下 对 康斯哲 多冠这球解背没有解背好 左脚外脚背 张玉宁 背身 看能不能给出来 好球 大一点啊 这个球想法是好的 是 有想法 洛佩斯转身 好球 余扬一直在拉扯 这球余扬可能要上身体了 上手了 这球肯定是要给牌了 这球余扬肯定是一张黄牌 没有悬念了 这个是给了洛佩斯 还给了洛佩斯一张黄牌 给余扬一直带着老地的余扬 余扬这个球确实被生吃了 对 所以没什么办法 这个球余扬是过来跟裁判员讲说 那是要红牌嘛 对 余扬的这个球有点太那些吧 确实 刚才这个球余扬多次 其实一直在拉扯 他确实不敢让洛佩斯这个球过去 没错 那这个球呢 客观的说 要直接给红牌呢 又有点量刑过重 对 但是一张黄牌呢 感觉有点偏轻 这个球可能介于红牌和黄牌之间 那这个球呢 给黄牌我觉得就是正常的一个 合理的一个 但是反过来 你看洛佩斯的这一下 洛佩斯的这一下 他明显是有 先看这一下 有报复性 拉倒了之后 看后边这一下啊 对 他这一下 再看最后这一下 他也推了一把 右手 对 对 其实这一下其实是一 一种这种 暴复性的行为啊 是 反而这一下呢 给黄牌又给轻了 是 嗯 嗯 这一球 双方呢 弄得好像都不太满意 对 嗯 看西哲也是在跟前面讲 在投诉这个报复动作 对 报复性行为嘛 这个是 两个人 这其实就是我们乐于看到的 对 没错 我们队员很快恢复了瓶颈 对 其实可以理解 就是可以理解 都是场上确实 没有太好的脾气啊 确实我们说男人的运动嘛 对 不可能没有冲撞 没有身体 身体那种对抗 先上定位球的机会 关后防线压子比较高啊 五个点 没有过前点 张云宁 基本上 防守定位球的时候 他身高因为比较高 所以经常前点给他 还是奥斯卡 这球没有传好 但是获得了一个脚球 玉扬 这时候返回了球场 奥斯卡的脚球 脚球这边呢 海港其实他也缺一个高点 看王神超 左脚 选择直接打门 这脚 威胁不大 我看吗 往前面 威胁不大 ng 威胁 too 两边的教练也都是属于这种 喜欢站着指挥的主要练 现在多数教练可能都喜欢站着 压力比较大 洛佩斯 其实他也是作为前场这种 喜欢在边路游异的队员 左边右边 他不是一种纯正的中锋 说能坐住了背身拿球 洛佩斯再给到左边 张华晨 再回洛佩斯 有远射的机会 洛佩斯选择直接打门 这脚力量打的是够 但是角度没有控制好 这也着急 洛佩斯这边确实也没什么太多办法 这会儿试试远射 稍微的 有点感觉吃到了外脚背上 没包住 如果能包住的话 这个球还是能打到球门 范围以内的话 会是一个很有威胁的手门 巴塔姆热身了 有可能我们说再过一会儿 可能会给他30分钟左右的时间 嗯 他第一场回来的时候 给了他20分钟 2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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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明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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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个球又是所散 看看好球 好球 还好啊 余大宝拖在身后 回见 好球啊 余大宝 这个球铲断 喊流非常漂亮 王刚 速度起来了 王刚起来之后 速度非常快呀 还能不能过去 呃 哈哈 太多了 是有点多了 刚才这下确实 太多了 左右都有出卖 现在这个球没有打好 左边空了 好球 奥斯卡 奥斯卡 王正涛抱上来了 看奥斯卡的处理啊 能不能发现奥斯卡 传后点 这个球 防守队员碰了一下 很危险 但是好在呢 余大宝赶紧补一下 刚才索萨蹭着一下 镜头 那边给到巴卡木 这边给到保里尿 好球 躺大了 哎 还有小球 躺大了一步 躺小了一步 是 这两步 这第二步 要是再躺大一点 就过去了 刚才这个球 这是奥斯卡的传终 看毗大宝蹭着一下 其实也挺关键的 索萨这一下 倒锅又没了 这一下啊 三中卫 三个人都参与了 这三中卫 最后一条防线 比方说我这儿不能再露了 战术的角球 好球 聪明 进攻队员应该有犯规的动作 吹了贺冠对索萨的犯规 不关此前对武汉这场比赛当中 也是一个角球 有头球破门 但是那个球就是战术角球 早一些奥斯卡 越位了 再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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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萨的头球能力还是比较强 是 他身板还是不错 迪雷上不上比赛 一路有些受伤 目前来看问题不大 但高速的在套边 张玉宁 中路没人 张玉宁看一对一 能不能突过去 一对四现在是 好球 张玉宁 左脚传起来 好球 哎呀 这个球张玉宁有想法 但是很遗憾 在这条路线上 一直没有队员能跟上 王刚顺到左脚 哎呦 王刚那些左脚 确实是 带船 找球吧 刚才那球张玉宁 他自己也非常懊恼 其实 客观的说 刚才那个球 张玉宁个人能力做得不错 不错了 两个主角连也很稳啊 各自有五个花儿名额 但到现在都按兵不动 好球 两个队战成了五比五 一点张玉宁蹭到了 张玉宁再想继续要脚球吗 没有了 这个球是被前脸的 洛佩兹晃了一下 这球的判断可能会有些变化 一 二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一 二 这会儿采用高位逼抢 前场五个人啊 哎 严俊玲这球也是没办法 还是选择了一个大脚 洛佩兹背身拿得不错 身后索萨有犯规的动作 洛佩兹这也是有点要 要抽筋吗 还是拉伤了 应该是顶了他一下 大腿好像是顶了他 快点 鱼海 又是池中国一对一 鞋身的盯防 锁死 池中国对奥斯卡的盯防 这一成场应该就这样了 形影不离 不会改的 看这个球 而且池中国 它作为其实在国内 都是顶级的这种放手情况 对 个人放手能力很强 又能跑 张华晨这会儿球感觉有点打不住了 有点年轻 有机会 球机会又是在他脚下 看他怎么处理啊 好球 这还可以 倒三角 还有机会 好球 漂亮 王晨超 王晨超 打进了他本赛季的第一个联赛进球 作为球队右边一位的王晨超 这个球其实有一些误打误撞的意思 这次传中没传好 没错 传到了对方脚下 那他会来 王晨超 折射到了王晨超的脚下 这个球应该说已经进到了小进去 王晨超这个球完全压住了 这样也是这场比赛破旦 中场的时候我们还有过这道竞赛题 直到当时大胆欲言 这球应该说 我们再看这下 第一下发起 其实就王晨超蹭了这下 张华晨这下给的也是恰到好处 这下呢 其实应该说给的呢 索萨这下防守做的不错 封堵住了路线 但是恰好后边这下呢 跟上的是王晨超 但是也可以看出来王晨超 他作为右边异卫 这是进攻的意识 这球插到了 这基本上就是前锋要捕到的位置 没错 这样的话上海海港 1比0领先着北京关 他们结束了此前自己 这两场至少是运动战没有进球 那就看现在南地就出现给北京关了 看巴卡布会不会很快上来 目前两队的球队的实力也确实是海港要强一些 是 这个我们赛前也说过 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比分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国安踢的并不保守 不是一支会去做防守反击的球队 没错 李磊右脚的传中球 李磊因为他右脚打呢 可能就打不上力量 他就没有速度 对于左脚球员 让他右脚传中啊 确实有点难为他 1对3 这球想硬过 没有过去 有力 李胜龙啊 这是他喜欢的 拼身体跟对方 喜欢斗海 这样的话 其实这会儿考验的是海港的反击能力了 对 看看国安方面会不会先做出换人挑战 一定是落后的一方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海港队它厉害 它左右两个异位 其实都有极强的这种得分能力 李文君 此前已经打了三个球 但是李文君他位置比较多变 王神超啊 其实他作为球队右边一位 他经常你看他有时候包抄的时候 他就到中锋的位置 这一下换两个进攻性的队员 曹永静也要和巴坎布一同登场 这样的话 就是要拼进攻 张希哲 把希哲换下来了 这个其实或多或少 还是 能不能去给到巴坎布呢 如果希哲下来 另一个看他会不会换王子明啊 确实我们说中场这是唯一有创造力的 有这种传球能力的队员啊 这一下走 这一下 呃 走确实是碰到了 碰到了呢 呃 但是确实不是有意识碰到的 刚才也看到 索萨 嘴角上是有血的啊 我们看 另一个下场的自朋友没有给到 是不是换了王子明了 啊果然 王子明了 这样的话 上了一个巴坎布 但是换一下 不知道张希哲有没有伤啊 或多或少 显得稍微有点想在 有可能这几场 他都是首发 有可能是累了 是 有可能是累了 呃 这今天有几次国安的传中的机会的时候 希哲呢 呃 应该是有些球可以到达一个倒三角的位置 因为作为前腰 呃 有两 有两次是没有到位置 没错 看这个球啊 其实啊 应该说侯森好像都已经碰到了 已经在腿的边 但是这球没办法 你说小进去线上 这个球怎么苛责门将 这要不打到他身上这种打伤力量的话 很难做出判断 国安目前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确实 一是人员捉襟见着 这个能体比赛的人员还到不了两套阵 是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 另外呢 就是现在球队的攻击 攻击现象没有这种攻击手 无论是传球端 还是 哦 朴诚 朴诚 朴诚这也是啊 又把 有可能刚才是要换 这看看这意思 又 这样子先活动活动 把这种号卡又穿上了 朴诚 朴诚确实是很长时间一段时间 处在一个伤病的当中啊 大伤了 伤了一年的时间 其实上赛季 他赛季出状态挺好的 对 结果伤了之后这一下 确实这个年龄这么大的伤 真的是需要这种长时间的恢复 本身朴诚呢 在这个现有的国安现在的中场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全球能力相对较差的这么一个中场的 走了奥古走了比亚拉也伤了的情况下 确实他还算是一个进攻端子很重要的一员 如果他要是没上呢 他是也是同样具备这种中场的创造力 包括他上得分能力的 没错 这边苍古京上场之后 他应该就是和张锡哲的队位坏人 他打到前腰的位置上 这也确实是他喜欢的位置 此前因为张锡哲在这个位置上呢 包括别拉也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苍古京转回来过完之后呢 有的时候甚至安排他去搭左边的翼卫 能不能传起来 资料还不错 大坎布 这球选择投球回座 张雨宁二点 卸下来了 这球卸下来了之后被杨世元封堵 好球 杨世元有反击的机会 杨世元能不能出来 给 杨世元 完了 这速度太跟谁 这身后一比 王刚 后面是王刚 主要是杨世元说 抢球我会 这带球难为我 关键后面是和王刚 他还带个球 没意思吧 一般都是 他在前面带着跑 我追 对 好球 这球给的不错 没挺好 状态还是不好 确实是 我们说巴卡布的状态 身体状态还是不好 为什么不让他打手发 明显感觉到脚下没跟 对 刚才这个带球 这个停球一看就能看出来 是 就有点 有点生 感觉 对 有点生 然后身体感觉协调性 这个肌肉 小肌肉群的这些力量 也感觉还没到那个份上 是 显得灵敏 有点差 杨世元 又是他的关键的抢劫 诺贝斯 这个时候 海港确实也把阵型收回去了 罗贝斯一个人经常要面对 这会儿 我相信应该不用再去盯奥斯卡了 强静 背心 看能不能传起来 强静 他是 其实在他那波国奥 他是绝对的中场核心 对 就是10号位 就打前腰这个位置上 但是他 有一定的问题 他之前效率于北京人河 现在已经解散了 对 现在北京人河一度呢 左边再回去就好球了 这球给的太靠身后了 本来是一个挺好的球啊 这个反击没打出来可惜了 应该是再回到 勒贝斯那里 哎 国安又有队员受伤倒地 余扬 余扬倒在了那边 余扬上不上比赛 其实就倒了 一两次 那有可能 看他是否还能坚持吧 余扬如果受伤的话 真的是要扬翻上来了 因为此前 国安镇中的 近鹏翔也受伤了 此前打过助力 这一下踩到了 这一下应该不至于 伤的下场啊 是 感觉这下要是踩到的这种 顶多是硬伤 应该是硬伤 对 那不像这种扭伤啊 这种比较比较讨厌 如果踩完 脚腕掰了一下 可能 因为上不上明显就感觉到他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脚踝 因为上不上就有一次捂着脚踝受伤嘛 问题不大 马上要 因为换了两个人之后啊 赶紧把高天翼 跳过来 这个高天翼应该是可以跟比利奇直接沟通 不用翻译 是 也是曾经有过自己这种刘洋的经历 对 这是上半场的两个 结选 雨大宝 那次卡流球其实也非常关键 对 非常漂亮 雨昂没什么问题 没问题啊 咬牙坚持 也知道这会儿 球队能用的人不多 这边巴卡布也上了 其实这时候如果要打反击的话 保里尼奥对于海港而言是不错的选择 嗯 没错 它是具备速度 包括具备自己种个人能力的 对 转移 船小了 球停得非常稳 上晚了 这都 这都上晚了 看 全都上晚了 这个前场比抢就是葫芦娃救爷爷 前场比抢其实就怕葫芦娃救爷爷 要上必须大家一起上 对 一个一个上肯定是不行 是 朴城要上场了 朴城江涛 朴城江涛要上了 这渔阳有可能坚持不了了 果然看这边是不是会变阵 有可能因为江涛他更擅长的是打边后卫 他打中卫有点困难 这样朴城换渔阳 这就是 王刚也下了 江涛换王刚 这是一个对位的话 朴城换渔阳的话就变阵了 很有可能变四后卫了 是 下了一个中卫 上了一个中场 王刚因为确实也受伤恢复时间不久 所以这时候刚回来 体能状况不是很好 江涛也是国安这 其实二次转会重新签回来 就是上财机会之后 跟国安的合同到期了 对 这半年应该说也经过几次熟悉的 但没有找到合适的球队 其实这对于队员而言也是一个挺大的团 那半年自己的样子 半年可能就算自己练 他的竞力状态保持也不会那么好 是 但是国安实在是太确认了 嗯 先看这个角球啊 比赛已经过了70分钟 点不错 这个球巴坎布回头望月 稍稍差了一点 哎 这边保利尼奥千呼万唤使出来 然后和保利尼奥一起登场的 还有他们赛季之初作为球队的U23的主力 新疆小江 阿波拉罕 保利尼奥在反击端肯定能 啊 保利尼奥这对位换李胜龙 这是没什么 你看那边是不是张华晨要下场 因为张华晨是作为场上的U23球员 阿波拉罕上场之后 他有可能会对位换U23球员 确实我们说张华晨这场比赛 踢的体能消耗也比较大 嗯 很努力 耶 也很用心 关心呢 关心上面的图局 惯刹19号保利尼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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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悯刹19号保利尼奥 16号阿波拉罕登场 他这赛季呢 其实那时候穆依和奥斯卡赛的时候 他在身后 其实他干的是杨世元这个活 他那时候一度 而且篡声的很快 我们说年纪轻轻啊 就是在山岗这个位置 突然打到了手法 而且打得不错 一夜成名可以说是 之前呢就是默默无闻 根本没有过中超比赛 然后突然来到中超这样一家豪门球队 然后又能打上主力 这个年轻人也非常能跑啊 他的故事也是非常励志 关那边定位球的机会 看飘升 快发 这样的话反击前边等于海港 其实就三个外援 八九十 飘成 飘成好球 飘成啊 踢球属于这种有灵性的队友好球啊 这个球飘成给的 我们说 飘成属于这种踢足球 它有天赋的队员 就是一错 很多运动员呢 你说这种后边的这种身体 包括这种对抗能力 这种脸蛋 天赋这个东西 与生俱来的 飘成就属于是国内 其实北数不多的踢球 非常有天赋的队员 那他的 应该说以他的潜质 其实也是受伤病困扰吧 应该说没有达到他的上限 比较可惜 又是飘成 给的不错 还有机会左脚 郭安在投诉 有没有点球 这球不会给的 就算打手上也不会 太近了 对 太近了 但郭安这会儿攻势很猛啊 如果西哲下去了的话 那只能依靠朴成在中场 给予一些向前的这种输送 这球没问题 于海手交代的非常清楚 点还可以 罗贝斯投球解位出来 来 江涛 这叫传中 有机会 越位了 张云宁 材质没有给 还是 严实举棋 这个球 这个球不该严实举棋 这个有的时候 我们说就是我们 裁判员的能力 就是你只严实了一下 但是呢 这就因为你的严实举棋 对 上岗的这种绝对的机会没有了 对 这个是裁判员有的时候 他就就想了一步 对 想不到第二步 你继续观察场上的形势 你是否要继续再 再等一下 而且这个时候 是让我们先看啊 张云宁这个约位 肯定约位了 没错 要不然这个球 你说你变态 你怎么处理 你锁定第一时间 这球约位也很明显 大胆的就举棋 而且这我想说这种球 就不是那种差值毫厘的跃位 就直接就举了就好了 我觉得现在难道 因为有了VR就 那不要助理裁判了 不要助理裁判了嘛 对 我就觉得就 索性就直接举了 因为我们从这个视角看 我第一时间 很明显 我都说跃位了 就更不用说 他在那个视角了 所以说就索性 就直接举了就好 下面场的补时间 你说如果第一时间补了 这个举了 你也没有后边的 后边的这个球 上岗肯定不满意 对 肯定不满意 对 有的时候我们说 就是严实举棋 这个就是裁判员专门开会 也培训过 就说要求裁判 你不能矫枉过正 就明显越位之后 你这时候再等 就其实你等于 你在浪费比赛的时间 包括浪费场上球员的体能 没错 那个时候其实是考验 你助理裁判的 没错 你觉得没有你大胆的举 刚才这个球等于 这个球真的是一个 很好得到机会 没错 刚才这个球等于 助理裁判 其实就第二助理裁判 连续等于是犯了两个 对 第一线就该举没举 第二线呢 不该举了 但是这个球呢 其实我们说 不光是助理裁判 你助理主裁判呢 其实你如果助理裁判 举棋了 其实你如果继续坚持 这种原则 你把这个球再发展完 不行 就是说法的有利原则 对 那因为你已经索性延时举棋了 那万一那个球 它确实就 如果说咱们再往前推一步 那个球确实它就没越位 对 张艺宁没越位 结果你有严实举棋 把这个球这边的担当 对 对 昨天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 昨天就是延迟举棋 结果延迟举棋呢 这个棋是举起来了 这个昨天就是谁呢 广州跟山东的比赛 举起来之后 那个进球判的是无效 结果通过微压视频的校正 又有效这个进球 所以说那这个延迟举棋 是干什么呢 没错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搞不懂 我这个可能确实我们也搞不懂 所以说呢 其实今年联赛呢 也启用了很多这种新裁判 确实赛程比较频密 但是包括其实我们很多这种裁判 甚至有一些国际级的裁判呢 其实在此前的判罚当中呢 或多或少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其实我们也希望说中国足球进步呢 是全方位的进步 对 运动员需要进步 给好球 我们回到比赛 2打2 很好的反击的机会 看保陵交的跑位 好球 保尼要拿球 保尼要还是客气了 人数不够了 慢下来的话都回来就不够人了 刚才那个球第一时间其实出现2打2的局 对 应该是第一时间一对一 或者是给完之后就马上打快抓快 是打这种短平快 2打1直接向身后插 这两个没有一个向身后插的就快就快不起来了 奥斯卡 保陵娘 阿布拉汗这个球啊 好球 吹他碰出了边线 朱诚的这个商业付出之后的竞技状态还可以啊 确实我们说朱诚场上这刚才几次处理明显和之前场上的局面不一样了 朱诚这几次 朱诚 朱诚好球啊 向前的能力 枪劲 但是这球两个人没有形成默契和张亦宁 朱诚和张亦宁属于国奥差不多同一批的队员 但是张亦宁那时候就已经因为能力比较强 经常就直接抽调到国家队了 朱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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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张亦宁 好球 看仓境 没有过去围阵对他的一对一贴身定法 又反断回来 围阵这个球固理的人家超大了 围阵这个球刚才不应该这么处理 这么关键的位置 高天翼看右边江涛的船中 质量 不好 都是面临这个问题现在 都是这个在最后一传着一下 江涛啊 就也确实我们说比利奇发布会的时候也谈到过 说我们还是希望补充 但是这时候确实俱乐部多方面的考虑 可能只能补上了一些替补级别的队员 这个之前也是有有看过一些报道 这个确实国安的演员是一直在努力 但确实是没有合适的人选 没错 陈明斌这边要替补登场 他上的话对位 李文君那边也抽筋了 对位换一下李文君 官这边演员之前有说绯闻的外员 其实来自普超的24岁的巴西前锋 安德森·席尔瓦 有一些官现在也确实前锋这个位置 这是杨帆换张玉宁 这是又要回三中位 这是谁去踢中锋呢 看他是不是也有可能说 是不是把索萨向前推 这不太可能说这时候要进攻的 就是再把阵型调整推 可能索萨打到前锋线 然后起高球也是一个打法 也有可能把索萨往中场推 我们看一下 余大宝 余大宝 余大宝上不下了 余大宝本来是个打前锋的 余大宝毕竟正义前锋 余大宝这两年年龄大了之后 开始打中位 这也是这会儿没有办法的办法 余大宝给忘了 人家是专门打前锋 人家职业踢前锋的 这曾经1比0我们绝杀韩国 这样的话还是四后卫的体系 看余大宝上场之后 余大宝此前面对河北那一场 其实有一次突然插上的助攻 也制造了对方的点球 先看这下打身后 拼速度 罗贝斯 稍微的直了一点 如果角度有的话就好 保利尼奥到左脚他得 你看还是交完了 这个球早点出这球就有了 保利尼奥他在河北踢球的时候 就有这个问题 对 太年了 这个我就之前咱们赛前我就说 他如果在这支球队里他的 踢法如果跟在河北队一样的话 他可能慢慢他就没有位置了 没错 你说你在河北队前边指望着你 你年一年 对 但是你在这支球队 尤其后边可能还会补充一些信源 像五一这奥斯卡路易斯这些 尤其是奥斯卡这样的大盘 就说奥斯卡说我这一套跑上来了 这跑的位置你不给我 对 这个队员是能力有 但是看他踢球是否能够简单出来 如果能简单出来 但这个队员在这个队里边肯定是有一席之地的 目前 如果不够简单就麻了 对 而且 莱科也算是一个 这种比较严明的教练 如果你 你稍微做得不够好 可能你就真的失去位置 是 莱科发布会也提到 说我确实和俱乐部在沟通 先看这下巴坎布 想给余大宝 想的简单 有反击的机会 还是保领教 看他这下怎么处理 你看 你看 第一时间交给杨世元就完了 这个位置 好在是过来 这个位置如果被断了 估计 有可能要被骂死 打身后 这个球 你就看奥斯卡 他已经是这么出色优秀的球员了 他也很简单 来人就传 来人就交 就简单就完了 踢球非常清楚 不粘球 我该带的时候控制一下节奏 然后寻找机会 他这个是完全的就是为了带而带了 在哪个位置是呢 对 你要拿一拿 刚才一球如果断下来被打一个 你说这个比赛本来很好的局面 你说一旦被断下来被对球打一个 你说算谁呢 是 回坐的不错 巴卡布啊这下还是没有挺好 还是保领教 还在拿 对方犯规了 你总这么拿也 关键是自己容易被踢 确实是 你看奥斯卡刚才 拿球一停一个外尔贝传给他了 就结束了 两脚球的清楚就完事了 你再看他背神 他还是背神 哈哈哈 永远得 三下起 这处理 这个踢球 确实有的时候 学长开始着急 着急啊 真的是着急 有的时候 但是不要把外园的水平说有多高 真的有时候踢球 你说现在海港的球迷 你告诉我看着他这么踢球 着急吗 几次反击的机会 对吧 把球交出来 可能这个反击就出来了 可能这个得分2-0 比赛就结束了 是 那你说反过来 他没有交出来这小球 你说海港的球迷着不着急 没错 这个足球比赛的合理性是最重要的 是 没有质疑 你不能由于你个人脚下能力强 而丧失了这个合理性啊 杨树元 阿布拉罕 有意的在控制控制节奏了 左边在要球 这会儿他和巴卡布组成了风险上的搭档 奥斯卡 给保里尼奥 还是回保里尼奥 帮你啊 估计也是刚来呢 像 对新队友面前 包括主角类友面前 露一手 看看我的脚底怎么样 结果那两三次呢 应该是处理得都不太好 没整理 然后之后那两三次呢 有点老实了 对 嗯 这也是一个战术法规啊 很聪明 85分钟 这会儿 他是主要的出球点 刚才去中国 就是防守保里尼奥那次吃到了一张黄牌 海港整体下半场进球以后的这种回收本半场的防守做的还是不错 是 没给国安什么机会 那反观国安这边确实 呃 说实话现在的攻击力 他的船 船空的内容 渗透的能力 包括船中的能力 确实 也 不具备给对手带来多少 威胁的这么一个能力啊 没错好 这球C过来了 看巴卡布挑身后 再回座连续 于大宝和巴卡布连续的配合 刚才这下最后应该是有犯规的嫌疑 太难了 确实太难了 没有想事 比赛再继续进行 船中又来了 这个球吹了 这两个人打五个人太难了 是 想法是好的 在中路区 最危险的区域形成 连续的撞墙是二打一 但是太难了 确实太难了 而且是空中作战 投球 所以说上岗打到现在 其实他只丢三个球 所以这支球队呢 他这个数据呢 有的时候也比较客观的感想出他的能力 没错 手上有动作 特别没有吹 跑铃鸟 回座 对 这下很清楚 是 非常简单 原来这个是场上距离 巴卡布 巴卡布 这个状态确实不够好 不够好 给了关 公安已经两场比赛 没有进球了呀 今天 最后这会儿 他们要想半平要抓紧了 你看 全球的四手上两队差不多 399队390 先看这一下 鱼大宝 来了一比一平 鱼大宝 替补登场 鱼大宝从中卫的位置 中卫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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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是鱼大宝的我们说老本孩 对 这个球顶的应该说完全是个人能力 低压防守队员 已经他在空中了 没错 鱼大宝 这球力压 你看这是位阵 这个球 力压鱼海 非常干脆呀 这个球 你看他提前起跳 刚好压在了鱼海的头上 这就是鱼大宝我们说个人能力 最后这一会儿 其实就给了十几分钟 屁股到中锋的位置上 这个球顶的应该说质量太高了 而且这么近 严俊凌啊 纵使国门这个球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这个是拯救了球队啊 刚才说国安这边运动战 一直没有进球 一米一平 那这样的话 其实 海港 大好的局面 对 最后呢 被翻评了 一米一 比特宝这个球啊 应该说 呃 这球顶的海港防守 一点脾气都没有了 最后这会儿啊 国安见这个气势 看有没有机会啊 没有反围 看看 保铃鸟 刚才那个球啊 其实这个球啊 就一个点先看这个球 高天忆 刚才那个球真的就近距离 就于大宝一个点 这两名三名中卫都是没有顶住 高天忆好像是也倒在地上了 抽筋了 给了于海的特写 刚才也是于海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失误 没有看球看人 只是一直在眼睛看着球 这个也确实 于海他并不是一个准的中卫出神 可能在一些习惯上 下面差54分钟 这会儿就确实之前我们就说过 没进球的时候 平局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顶线 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海港来说 我觉得稍微的可惜了一点 刚才一度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他是可以扩大比分 有反击的机会 他有反击的机会 陈彬彬 左路奥斯卡这儿在要球 没有给 这球其实给奥斯卡 有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奥斯卡在边路一直等着 保林要确实刚来有的时候和队友 这种配合的点上也对不上海 有一部分是对不上 有一部分是踢球的个人习惯 习惯 对 手上 奥斯卡在投诉 有犯规 但是裁判没有吹 54分钟 已经过了差不多两分钟了 这时候 对双方而言 这时候既要攻 但是后方线上 其实也留重兵了 对 让他余大宝 这可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绝评 没错 看右边 黄晨昌 左路空了 看看能不能出来 好球 看看传中三个点 四个点 中路四个点 看能不能传起来 有机会了 勉强了 这个球 小球 奥斯卡的主伐 这时候 几名中卫也陆续都上来了 贺冠 包括围阵 比利奇 场边也着急 看奥斯卡的小球质量 可以 二点 阿波拉罕选择了传球 后边 越海停下来了 没有越位 奥斯卡 奥斯卡传中 黄晨队顶出来 还有 还是阿波拉罕 哦 这个 处理的不合理 不合理 手球了 也是他 放这球放击 把坎布有机会 把坎布 速度 阿波拉罕 哎呀 想拽 都没有拉住 后边这点推了犯规 这样 这样 普什已经是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可能会给官这边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 打坎布 仍然没能有所斩获 身体的话还是不行 是 连磊 45度 没起 扬帆 这球没有挺好 好 这时候 裁判员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 北京国安这边 依靠中场之前 余大宝的绝评球 1比1 逼平了 本组的领头羊 上海上岗 这样的话 基本网上 目前 这要等着晚上 深花这场比赛了 对 还让目前呢 还是有两分的优势 国安这边呢 应该说 这场比赛呢 拿一分是他们一个能接受的结果 而余大宝 这真是给国安逼出了最后的绝技 最后一招啊 奏效了 非常关键 有可能这场比赛 余大宝是不是会拿一个全场最佳 和严吉林两个人也是有一些交流 我们也是赛后 回到演播室 欢迎回来 金户大战最终呢 是1比1战评 双方各取一分 但是下半场比赛的确是非常的精彩 下半场的第60分 上海海港 依靠着王深超的进球 取得领先之后89分钟的比赛时间 余大宝被提到封线 投球破门 真太关键了 余大宝的这样的一个进球 杨老师是不是要再评价一下 余大宝这样的一个投球破门呢 余大宝投球的破门 我们说这有点想起来 这大汉锅的时候投球的破门 应该说其实这也是另一个层面折射出来 其实这赛季 包括这两个赛季 它很少让余大宝其实顶到封线上 今天也是确实逼到最后没有办法了 我们也是结合着进球的战术分析 让曲导来帮我们进行一下对上海海港进球的分析 这个刚才也是一个经验的一个表现 这个到了那里 其实咱们看一下下半场的这个内容 其实你看国安的空间还是很大的给对手的空间 非常大 那这个你看第一时间的反抢 反抢之后丢球 看这个丢球就直接导致空间会更大 那么这个第一时间空间找到了 但是传中没有传好 但是误打误撞 这个球刚好是落到了 但是就没人盯王胜超 对 王胜超的脚下 所以这个球我觉得是前抢的队员的反抢的努力的结果 然后再加上有一点点运气 张华珊他自己先丢球了 但是他又反抢回来 对 本身就处在一个进攻的位置上 然后丢球马上又抢回来 这样一个进攻 二次进攻嘛 算是一个 这次渔阳的位置选择也不够好 大概是没看到身后的王胜超 对 没错 没看到王胜超 是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听一下赛后关于于大宝的一个采访 希望吧 因为现在球队确实比较困难 然后球队每一场比赛都非常努力 非常拼 今天能拿到一分确实也很艰难 也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确实也希望后面的比赛我们能有这个不放弃的精神 那从今天比赛的整个过程来看 你觉得球队现在整体的发挥怎么样 今天这个比分是否是合理的 其实我们一场比赛比一场比赛踢得好 确实每一场比赛有一些小的细节 小的失误吧 然后造成很多方面的不足 但是现在球队就这些人 我们就在靠这些国家队球员 包括这些中国人 我们在拼每一场比赛 球队每一场比赛都在往这个胜利的方向去努力 当然 有些方面做得不好 有些方面做得好 但是只能说 现在我们再尽全力去拼每一场比赛 好的 谢谢大宝 我们看到这个大宝其实在赛后采访也提到了 北京国安这边还主要依靠着本土球员的一个发挥 那这样的一个就是最后战术上的一个调整 我们先来看一下海港这边的赛后采访 自己也打进了一个进球 首先也非常高兴吧 然后自己获得就是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吧 但是很可惜就是球队最后没有取得这样一个胜利 就是但是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 总的来说从一开始到比赛结束 我们都打出了赛前 就是我们教练所要求的战术内容 然后场上大家也都非常团结 一起进攻一起防守 然后我们新来的一个外援 下半场上来以后也很快的融入了这个球队 所以说我相信在通过接下来的比赛以后 我们会越来越好 因为其实在下半场的时候 我们看到场面还是非常好 但是最后时刻被对手打进了一个进球 然后从三分变成一分会不会觉得稍微有点遗憾 从结果来说我觉得肯定是有一点遗憾的 因为今天不管是从场面上来说也好 我们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 很可惜都没有把握好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足球吧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就是以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 去接受这样一个结局 因为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比赛等待着我们 所以说我相信我们回去会好好总结这场比赛 然后去就是去接下来去指南 要面对下一场对手 这样短暂的时间之后要调整心态来迎接下面的比赛 不过一比一平双方各取一分 惊呼大战是握手言和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全场比赛赛后数据情况 我们来看数据空球率接近北京关48% 上海海港52% 射门次数国安这边相对更多一些 11次射门只有两次射证 上海海港这边8次射门2次射证 这也可以看出来双方的效率 其实射证球门次数 应该说今天比赛除了这两个进球 创到了双方这种绝对的机会其实都不多 传球次数也接近406对427 差不多跟上半 抢断也一样 脚球的话管这边相对 因为下面场在一直压着打 最后尤其是落后之后9比6 任一球海港更多一些14比6 这样一个全场数据说明了 其实场上部分的一个情况到下半场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竞猜题的答案 半场比赛已经高一段落了 看看各位球迷的这个竞猜题答中了多少 不过呢我相信两位老师其实在我们赛前的一个指引啊 还是给到了一些很关键的帮助 我没帮助到 学长给队 学长大胆给出一到两球啊 这是两球 太谦虚了哈 也希望以后两位老师能够多多给我们竞猜题一些帮助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的是咱们第九轮的一个赛程 还有两场比赛有另外一场比赛呢是长春亚太和天津金门虎已经开打了 我们这场是一比一平河北队是同时进行的比赛 不知道有没有结束 我一比零战胜了大连人如果结束了 这对于河北队 也说保黎年号也迈走了 这支球队真的是非常值得尊敬 天津金门虎是 这会比赛应该已经开始了 对阵长春亚太的比赛 晚些八点八点半北京时间上海深花对武汉队的比赛 那也欢迎各位球迷可以来更换直播间观看这两场比赛 当然在我们这个演播室内容结束之后呢 为各位带来的是金户大战的赛后发布会的内容 来看看双方教练对于本场比赛的一个分享和看法 那接下来我们的演播室就告一段落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场直播再见 拜拜各位 拜拜 再见